說到虹旗 虹旗就來了 哇 那麼巧 真的是說人能到啊 說曹操 曹操到 說虹旗 虹旗就到 什麼想不太懂 不太懂感覺 沒有啊 就說人能到啊 嗯 虹旗 等等我也一模一樣講那個開場版喔 對啊 OK 阿之後我應該 就還給你們講 對 因為 你又要忙了 確實 有些事情要先忙 OK 好 謝謝你 今天講完這幾個 有機會我可能還會再講 對 有機會啦 好啊 我看其他有沒有人要想接棒 接棒台語 對啊 好像之後有好像有英文的齁 英文的 哇靠啊 那個難度有點高耶 沒有啊 之後好像就有人要來分享那個全英文的斑斑學 那個聽起來很不錯 我之前有聽過那個全英文的演講 哇 那個 那個時候他在講電機的事 然後 哇 我都聽不懂 沒有 他只講前面後面 學校課程 都還可以 所以有人會有需要英文的開場版嗎 我不知道 有人要來做英文的嗎 我不知道 問主席 這個有點困難喔 有點挑戰喔 或許真的會變得很厲害 嗯 看來這個斑斑學真的要變國際化 對啊 希望啦 希望如果有人可以一起參與的話 嗯 等一下 我看一下那個 哎呀 麻煩啦 怎樣 害了一個人了 這樣 有人跑去淘寶買了阿米巴 結果買回來不是8722DM吧 是8722CM 欸 有這種東西喔 有喔 不同的情況就對了 CM8722CM CM就是單屏 單屏到的啦 哇 所以他只有2.4G可以用 所以他只有2.4G可以玩 哇 太慘了吧 他板子長得一模一樣 哇 哇 哇 這下他不能玩AC網路了 對啊 然後 然後我就很guilty 我說啊 我很知道啊 哈哈 沒關係啊 他都買了 那個 可以先從CM開始玩起 也不能浪費那個錢 嗯 對啊 沒錯 然後之後再玩CM 我問了他說 這個SDK是不是裝阿米巴D的 嗯 他好像還沒回我 欸 琵琶 你準備好了嗎 嗨 你看一下 我板子把它縮小1.2了 哇 然後之後加了一顆POWER 跟一顆GPIO6 嗯 然後之後 然後之後 然後之後後面 後面 後面這裡就是那個 簽名的地方 哇 喔 你說那個那個黃色的部分 對對對 那是銅箔 嗯 嗯 他真的變成鑰匙圈了 對 然後之後 之後會出那個 就是擴增模組 欸 那個什麼 還有擴增模組 有說那個 紅外線 紅外線加一顆按鈕阿 然後去賈樂福亂玩 靠阿 是你要去hack人家的電視 是不是 欸 電視為什麼會亂跳 你知道嗎 之前有一個那個什麼 國際級的那個一個MAKER 他弄一個一個空間 反正也是 反正很很早期的MAKERSPACE HACKERSPACE 然後他 他就是弄了 他的一個成名計畫 就是做了一個這樣 類似這樣的東西 然後去hack人家的電視 我記得有一個阿 什麼海豚的 之前KSTART上面有募資 喔喔我知道 那是台灣人發起的阿 而且他是OPEN SOURCE的計畫 那個很帥耶 那個超帥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 可以 看有沒有人可以認識 會聯繫他 我這邊的管道的話 大概只透過他們的粉絲也去 去找他們 他那個綜合了很多東西在裡面 嗯 對啊 蠻有意思的 欸所以要 所以要開始了嗎 要開始了嗎 要出材料包還是要那個 用好 我覺得啦 這一次 這次就弄好 再出材料包 我會氣死 材料包很花人 很花時間 花人力 然後呢 你還有那個東西要寄出去 也是 也是很累的時間 對啊 那個還有可以 你的收穫服務很麻煩啊 對啊 你不要花你的時間去做那個 對啊 還有你的客服 光是那個留言回答 各種問題 為什麼我板子不能動 為什麼我板子不能動 因為你們都好啊 真的嗎 沒有啦 好啦 那 我開始囉 OK 謝謝 各位鄉親 我們是老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歡迎參加今天的 風雨 冠五月 我們這個月 我們就鼓勵 大家 站出來 檢照不必要的接觸 邀請大家在每一天 有人所指定的兩天 用公路肺炎的方式 分享或是學會一切 事情 這也是在公園期間 維持社交關係的一種方式 我們使用 論公路肺炎的App進行 你可以用手機子 或是電腦 典介連結 電腦就是要替你主動安裝 當然如果有電腦 你也要準備不要哭 如果怕拍攝 你不用探討 出現在就可以了 其實大家都也是這樣 比較多 論公路肺炎的連結 我們會屬性 放在Facebook的小團名上 也會放在政訓中美頂館 這是一個做回歐的活動 你是不是專家 不重要 萬一分享 才是最受歡迎的因路下 請大家不要對分享 建構的事情 不要有聽到的 你要準備非常完整的告知 我們盡量 不要用靠那些兩年 或是用印度 或是分享的用意 希望大家可以做這件事 真的有趣 讓大家照相當年來 我做一個插頭就可以了 在過去的活動 當中 印度才一直是一種 七星的準備 我來做這些插頭的 但是 這個大家 都很厲害 都是可以 每一年三四星的補貨 所以 他就放大 所以你來說 做那個 這麼一個活動的精神素材 活動的主題 你想要說什麼 都可以 我們過去的主題 更多是 等著 促行 相關的技術 但是 如果你要來介紹 怎麼資本插材 做鬼人 又丟到魚 做水田 做筆記 相信大家 都也很有趣 我們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有想要聽 想要學的事情 可以寫在這裡 不然我們這裡 有專業的朋友 可以做分享 想要做 插頭的印度才的人 也可以來這裡看看 看什麼主題 大家比較有趣 有民伍 林豪當時 你都可以在這裡 再開吃粉 掌握 在這間社稿 下面 你什麼時間 要來講 另外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在Facebook上面 在這裡等 鄧鴻騎 或是馬記 注文你的時間 只能做主題 過去的資料 我們都會放到 這支鍵上 有種檬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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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Жed 你做個印度價 可以點這裡 講到你的小空在跟火腿一樣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共好 共同發展這個open source 社會學的精神 我會介紹教教委寄 祝賀來我們歡迎今天的英兜架 火腿哈姆 打拔 鼓勵一下 哈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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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今天講得好爛 你講得太老 我覺得太老練了 我覺得第一次那個趣味度很高 就是因為你有一些不確定性 我覺得那個不確定性就很好 他像批判有講說講慢一點 那我就講得很慢 嗯 沒事啊 都好事 都是好事 你知道聽起來很像什麼嗎 很像是那種 那種那個 那個 學校董事會 在那個 在校慶上面講話的感覺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那個各位同學 那個 我們學校十年了 感謝大家的付出 對 我們學校有好多群同學 哇 這個 健康開朗活潑可愛 對 他們一定會說這種東西 是啊 祝各位 那個運動會好好玩 好好比賽 哦 投出第一名 謝謝 謝謝各位 哦 我的 哦 好 這蠻厲害的 這是世代差異 哎 聽多了嗎 對 對 沒錯 沒錯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螢幕是 是火腿 是琵琶螢幕 現在是 這是琵琶的螢幕 對 我的螢幕 哎 我搞定這個 昨天這個了 你怎麼搞定了 你後來發生什麼事 汗油太髒啦 有兩個原因 對 第一個是汗油太髒 就是中間這個汗油太髒 輕輕 然後 然後 為什麼我會覺得搞定 是因為我 第一個是發現這個 這個裡面 有殘膠 有殘膠 那麼糟糕哦 然後我刮掉 為什麼有殘膠 然後我把它刮掉之後 插下去 Windows就會等著燈 然後 可是 可是又只會等著一次 然後 又又不燈了 所以 所以我就覺得說 應該是 應該是哪裡結束不良 然後我再把它全部洗一次 現在就好了 對 太棒了 不用回原廠 除了那個 野生的 阿咪吧 也有野生的 AG態度 對啊 怎麼會是 這種劇情 太厲害了 我們在大學 篡出了野生的開發板 一次還兩個 對 希望我們可以 我們最近好像都犯衝 野生的 開發板 對啊 麻煩還有什麼 犯什麼犯衝 我說啦 斑斑學最近都犯衝 都是那個 祝漢 祝漢 基礎問題 所以不能用那個WD47 沒有用 WD40會那個啦 它有導電性 不是 我就 昨天就秀過那一罐是OK的 只是 清潔效果好不夠 那一罐其實沒有比較好用 我真心這樣覺得 我也有買 對 就不好 就是 它可以用 只是說 沒有很好用 洗的沒有很乾淨 OK 我覺得是那個 接點 就是比如說你杜邦姆做那種接點 然後那個清可能還可以 但是你的那個 因為 那一罐的 壞處是它揮發速度 比 去自由餅頭那些快得多 就變成說 如果你拿來清IC那些 它流不進去 它就會揮發掉了 嗯 對 總反總是不好用 OK OK 好 好 螢幕 你要看的螢幕 OK 先 先我的螢幕 然後等一下再換你的 好 OK 好 螢幕 螢幕 全螢幕 預覽 3 OK 好 那 不好意思 插發一下 嗯 花蓮又地震了 又地震 哈哈哈 花蓮花生 規模2.9 最大震度 花蓮三級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黑貓 你是 你是有訂閱那個地震 那個什麼氣象氣象局的那個 我就關那個 沒有 他桌子旁邊有地動椅 我有那個啦 我有關那個啦 那個地震 wake up 啊 只要有地震 他會講 這樣我 這樣我比較早可以跑 哦 好 OK OK 好 那 這邊應該都知道我是 我是誰 我是火腿 好 那可以 按讚我的粉絲團 然後就 在 今天的貼文呢 有那個鑰匙圈的調查 然後還有二手賣場 我都會放在這裡 嗯 然後之後呢 我的二手賣場 還是可以看一下 還是沒有人買 然後 問卷也可以填一下 問卷的話 連結 連結在我的粉絲團裡面 然後我的頻道也可以訂閱 然後今天的重點呢 就是 耶 廠商 那 廠商的購買連結呢 在右下角的QR Code 嗯 然後今天 今天的設備呢 有一點升級 就是 恭喜我們有廠商走內的 白白走 今天這個鏡 今天這個鏡頭呢 有升級了 這個是一台Enjoy Enjoy手機 然後之後它 解析度可以到很好 然後之後 我可以螢幕上面 直接點 直接對焦 哦 可是你 你還是要自己去點 他沒辦法自動幫你對焦 可是好處是可以變焦了 哦 哦 好處是 我們這裡可以看得更清晰 好像還是有一點點延遲 是 還是是我網路問題 延遲 延遲 我不知道耶 我這裡看蠻順的 真的 那可能是我網路的問題 然後之後 然後還有第二個 今天會用到的 就是這個 5K Player 這個是連我的手機的 就是 對 就是鏡射 好 OK 那這個的話就是 今天這支電表有藍牙功能嘛 所以說你們可以看真實畫面 然後還有藍牙的 藍牙的畫面 對 然後 先 我先 教一下要怎麼連藍牙 就是 你先轉到Auto 然後它會B一聲 然後這個赫茲 按下去 嗯 然後按2秒 它這裡會出現一個藍牙的符號 然後就這裡 就有沒有看到已經出現Auto了 對 然後就手機就點進去 然後之後呢 你轉到哪裡 它就會跟著跑到哪裡 哦 對對對 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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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覺得還蠻好用的啦 然後就它 它比較好的是 它也有暫停功能 就是你可以 就是比如說 就是厚的啦 說厚的應該比較多人知道 就是你比如說你量到 你量一顆電阻 你量一顆電阻 然後這裡有直嘛 嗯 然後直 我現在兩隻手不夠用 啊 你要拿出你的第三隻手來啊 哎 這這有點有點危險啊 火腿你 你不會用筷子拿 拿法哦 哦 會啊 其實這個時候你可以那個 再叫一個人 幫你操 幫你操控 畫面按暫停 哎 就是這樣子 然後之後就可以按 按暫停 嗯 按暫停 等一下 按暫停是 哦 原來是下面的表不會跑 嗯 它下面的表就是會 會根據你的那個值下去跑 這還蠻 蠻好用的 然後之後你還可以存檔 嗯 可以存一個曲線圖下來 可是我應該不會用這個功能 啊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開倒疲壩的時間了 柯特伯 先告訴你一件很傷心的事情 你右邊的QR Code是 廠商購買連結 然後你左邊的QR Code 除非你用 可能要用接口支付才少得到 對我已經聽到 我已經知道這件事情 我已經難過兩天了 所以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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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場永遠不會有人進去 因為沒有人知道怎麼進去 哈哈哈 你要不要再多打一行說 請用接口支付 F上 我已經 我已經難過兩天了 可能要用這個方式才可以 不是啊 你第一天 欸 前兩天 第一次的時候 前天吧 前天 你乾脆把他搞到左邊去 不然 就是你的粉絲團裡面也要有連結 你粉絲團我也去看過 晃了一圈也沒有二手賣場 二手賣場我今天才放上去 不是啊 前天 之前你二手賣場 在直播的時候的連結是正常的 哦 對啊 現在現在右邊是那個 廠商的 嗯 然後我再把接口改成是那個 二手賣場 好小 欸這樣子 完美 我覺得要不要打下去啊 你的賣場 廠商連結這樣 OKOK 那這樣子誰掃我也不知道 可能你要有誰要看你的賣場 啊結果掃右邊 這這也是好事啊 這個 這個是購買意願調查票 哈哈 哈哈 沒關係 你的那個粉絲團裡面可以連的到 不是比較好 哦你說就直接一個粉絲團這樣子嗎 一般這個會讓你上QR code都是粉絲團 然後從粉絲團再去你看看要做什麼 不是都是一般QR code都先進粉絲團 之類的 我看一下我這裡有沒有粉絲團的QR code 這個應該是吧 我不確定這個是不是 先叫大家幫忙找一下 來幫我 相信你給我會存一些其他網站的QR code 欸不會哦 等一下出來就S開頭網站就好笑 比如說那個P開頭 P開頭的 P開頭S開頭的嘛 就大家都很開心了 然後那個 重啟的FB 他準備要又 他要被阻了 應該是還好 車被阻還會被廠商電 應該還好 應該好 因為也是廠商第一次這樣做 大家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聊天室裡有廠商嗎 沒有 沒有廠商 反正他也是 所以蝦皮賣場那個是廠商的 那個是廠商的 那個是廠商的 那個廠商的 而且他六個小時前開廠家 沒有啊 就我跟他 就第一次做啊 跟他搞很久好不好 就在處理這些事情 不然我今天 今天原本想要 就來 就把那個設定好 就是 臉書跟YouTube 直播把它弄出去啊 他就跟 就是在弄這些事情啊 我自己 他給我資料之後 我就測試一下嘛 就是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我也反覆測試 不行我趕快回復 然後又再改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 如果火腿想要 然後想要持續做那個什麼 這種 開箱業配 業配這一條路 以後我覺得那個畫面 可以 可以討論一下怎麼做會比較好 對 嗯 沒關係我們這第一次做 反正就是 陪伴大家使用 因為那些網紅的 對 你說 你說什麼東西都一定要反手嗎 對 對 那個好像90度 你那個還不及格 嘿 OKOK 好 那這個電錶呢 我看有幾個比較特殊的功能 就是 藍牙 藍牙 然後之後電容 電容一般電錶比較 比較少看到 那App App可不可以裝 App 有啊 App他他不是有那個盒子上面有QR Code 好等一下裝我還沒裝 然後之後他還可以讀溫度 還有空戰筆 空戰筆這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好 那就轉到琵琶的畫面 好 有嗎 有有有有有 OK 好 等一下我這裡切個畫面 黑貓說換個環境稍後回來 OK 好 然後呢 第一件事情嗎 當然就先最簡單的 先測個電阻 所以暫時不會用那阿杜龍對不對 對 那個晚一點再說 等一下喔 我也我也不知道 手機 手機可以關麥吧 什麼意思 沒有就是有 有新的參加 他心學友不知道怎麼把那個手機 呃 要加入音訊才能聽到聲音 加入音訊 然後他應該 我不太 我不太懂他問題耶 糟糕 有一個那個 Lester Wu在問 問我這個問題 因為手機 手機 要按那個Wi-Fi 要按Wi-Fi 對 他按最左下角有一個 使用Wi-Fi 使用行動網路或Wi-Fi 對 你要按進去那個之後 才可以聽到聲音 靜音也是在那邊 手機的左下角的樣子 喔 我有一個問題 他的True RMS 那個是什麼 糟糕會反光 True RMS喔 對 真有效值 一般我們在量交流電的時候 我們傳統的電表都是把交流信號當 那量到的數值就是他的那個有效值嘛 也就是VRMS 嗯 那可是用政權波來量 你現在的很多 像馬達控制什麼 很多的這種交流信號都不是政權啊 或者甚至連那個台電的政權 他可能也不是標準的政權 誰家的水滾了 我家的 我家的 然後 所以呢 就會發展出這種叫做True RMS 就是他會實際上真的去計算 這個交流信號他的有效值在哪裡 才不會量錯啦 因為你如果你舉例 我舉一個極端的例子 我拿去量方波 那他的有效值就不會是真的 真的那個有效值 就會是錯的 那所以要用這種True RMS才可以量 現在電表大多都是True RMS 因為我上一支電表已經是七年前的電表了 現在電表 你要什麼元件 你有什麼東西都拿出來 等一下我換下了 那火腿你有信他產生氣嗎 火腿你有信他產生氣嗎 沒有 沒有 沒事 因為想說 就可以測試 那個 那個True RMS的數值 喔 因為我想說 等一下會有那個空戰比跟那個 空戰比跟頻率嗎 我想說用那個Arduino的Tone 跟PWM來測 可以啊 然後呢 你 沒有 可以嗎 沒有 你有在修那個 電源供應器 Tru RMS跟一般不是Tru RMS的 在那个110后面 如果有一个桥式整流器 你去那边量它整流出来的东西 你就会发现说 它的电压跟你想象指不一样 电感可以量吗 那火腿你有旧的电表吧 旧的电表有啊 等一下你也可以 就是在测那个空战比PWM的时候 你就也可以试试看那个ACV 用ACV去赌吗 对然后你就比较这一支跟那个旧的电表 他们赌出来的 这样也是一招 那个频率要放低一点 就是到时候你在产生那个频率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放低一点 电感电感 能要放到60赫兹那么低啊 电感我不知道行不行 有电感档吗 电感好像没有呢 我在翻他的说明书 因为量电感可以量电量电表应该不会这么便宜 好啊这些应该就可以了吧 好啊这些应该就可以了吧 那他就不会叫电表 他就会叫RLC表 对啊 这个电感是不是一样要有电流去跑啊 对啊 应该要充电了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应该就可以了 应该就可以了 好 你们如果只要玩电子零件喔 电晶体啊电容电感被动元件 三根腳以內的 鄭宏奇 你的R2Test 對啊 哇還以為批貨R2Test在口丁 那你再開箱吧 鄭宏奇開箱 口丁都快收掉了 對啊在準備再退場 如果要弄這個的話 第二次 報名漢豪馬上 第三次 第三次 第三次退場 這一次叫口丁4.0是吧 對啊 對啊 首先4.0 4.0收藏 就代表說 舊的去了 新的就來了 嗯 希望啊希望啊 疫情趕快結束啦 嗯 下一個就變大海電子材料行了 大海電子 大海電子材料行間 口丁聚樂部 大海要不要跟我合作啊 這個 我也很想啊 我們我們的Business Model是什麼 大聲的喊出來 我們的Model就是沒有Model 好下一個結束了 因為這個這個筆啊 我有一個是那個類似 這種的 四波器這種的 包針的嗎 對這個比較好 我等一下就不用一直壓著 我比較有那個夾子的 他那個筆的筆頭是不是還可以再拔 他的針好短 對他可以再拔 他可以拔 對他可以拔 可以變長 那個只是個保護蓋 對保護蓋啊 就是有一些你量比較細的用 窄一點的比較好 那個Fluet上面都有做這種保護蓋的功能 以前在光華地下室 那個就有一個男性特徵的名字 什麼東西啊 包皮 你那個探針有沒有包皮 一個是有包皮還是沒包皮 登登 夠拍片 我們現在 就是形容起來 就絕對沒有人會誤想的啊 我們要進入深夜節目Style 不是還沒五 還沒十二點 以下節目內容充滿成人議題 請謹慎觀賞 對對對 未成年盡快離場 佛鐘就有教這個東西了好不好 對啊 生那個健康教育 有 工程師都是很傳統的啦 工程師都是很害羞的 剛剛在看本本 一邊看本本 你就想說在光華地下室 然後一個女的職員喊說 你的電表有沒有那個 哇這下子 所有人都回頭過來看你 然後就一窩窩的上去 然後就變成敗 不是 對 好 好 好 現在現在看你要先量 電主嗎 嗯 電主 他說明書上他的 refresh rate多少 更新率啊 更新率 我看一看 你這顆應該是220的 對 220的 那225%是多少 又要開小算盤 4.4啊 還可以啦 4.4超過一點 沒有吧3.5 現在3.5而已 你開箱 那個原來箱子裡面沒有這一支 這一支勾的啊 沒有 對啊 你這樣子萬一人家誤解了 去找老闆怎麼辦呢 你說得對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琵琶陪 琵琶陪 就是說看過今天晚上節目的 找老闆 琵琶會再送給你一對這個 哈哈 熟悉 哈哈 什麼啦 你開箱的東西不在箱子裡面 就是 所以我們不是專業 然後以後 以後可以建議老闆 建議老闆那個 在箱裡面裝這個 讓它比較方便 那勾針我自己也有做一對啊 你的勾針怎麼好做 這樣我就想到 不用了啦 老闆 老闆那個賣場裡面有賣那個 電錶的那個頭 他前面插上去就變成二一甲 他有賣那個二一甲 就他在這上面 只限今晚嗎 有收聽半半學的啊 然後要勾針的底下加一嘛 對不對 琵琶嘛 琵琶送 對 琵琶十架是只有18負還好啦 他剛會叫耶 他剛 他剛好嗶嗶嗶嗶嗶 為什麼 你開他很久了 因為你開AUTO啊 他以為你是要量通斷了 沒有沒有現在不是AUTO 現在是那個 現在是AUTO單位而已 他嗶嗶嗶嗶是開 開太久 開太久他會嗶嗶嗶嗶 然後這過不久就會自動關機 他沒有電量指示哦 那個可以有 有一個方法可以解除自動關機 琵琶 琵琶你在量的時候 注意手指頭不要去碰 你的你身體的阻抗會不會並臉 你看是不是有差 你手冰上去 我剛剛沒有碰 手故意冰上去是不是 好啦琵琶你就不用電阻了 沒有差 兩隻手摸著他的棒子 沒有差啦 左右手各摸著棒子不用電阻 對 然後你看他幾米高 哇 1.2 水喝不夠 真的嗎 怎麼沒電了 他沒電了 他剛剛有load battery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他會自動關機 好 接下來就有一個辦法可以解除自動關機 好請說 為了省電嗎 就是 沒有 怕說怕說你開了之後忘記關 哦 Ader你有買一台哦 啊這沒有地方充電啊 沒有沒有 他是電瓶的 吃電瓶的 等敵 這 怎麼在角度不中 螺絲全部拆掉啊 就等敵就可以 就你那個 就被開閒台那邊 裡面就是螺絲 下面那個螺絲應該就電磁倉啊 對啊 我知道 我好久沒聽到電磁倉這三個字了 電磁倉 可是一顆 他應該是用九幅的啦 欸對啊 琵琶你的那個螺絲其實好可愛哦 用九幅 欸不對耶 他是兩顆 1.5的耶 欸剛剛 剛剛 是不是有人說可以解除這個 對啊 Adan啊 Adan又被拆除 有辦法可以解除 這樣我要查一下 當初我也沒有留資料 這個時候就可以知道 廠商的厲害之處 他們竟然可以用兩顆 1.5就可以驅動這個小電瓶 對啊 以前用的電錶 以前電錶都是那個耶 都是九幅的 然後一下子交換了 有沒有人在看那個 EVV Blog 那個Youtuber 他也自己有在做電錶 他也靠北過一次 靠北誰的電錶 這顆嗎 不是 他自己的電錶 是 就是用兩顆 兩顆這個電池 那時候就靠北外面的都是九幅 然後你到時候 電池沒電 你還找不到地方買 很難買 九幅 很難買 OK現在就等 等什麼 沒關係 現在 現在兩個 下一個 我跟妳講 那個高壓的系統 還有高壓的好處 有一些被動元件 你用三伏特供電 跟用九幅 或十二伏供電 會差很多 所以有一次 鄭鴻啟 還特別去買那個 用十二伏供電的那個小電錶 嗯 我Google到了 那個解除自動關機的方法 嗯 嘿 是 你要先關機 嗯 然後按住 SEL鍵 再開機 然後再開機 皮包試看看 耶 這個 對的 按著 然後再開機 然後他會BBB3次 然後 然後這樣就好了嗎 咦 他說這樣子就可以取消 取消 要測哦 我要恢復原算怎麼辦 恢復原算 就好啦 關機再開 不要按 應該就可以了吧 對 我看一下 試試看 就等啦 對啊 啊 下一個要量什麼 下一個 下一個琵琶想量什麼 這兩個呀 電龍 電龍哦 那個 有學友說 怎麼沒有準備一台 六位半來做比對呢 哦 六位半 那個時候那個 什麼是六位半 什麼是六位半 要請那個 Keyside的 的那個 贊助哦 六 六位半一台要多少錢 耶 我昨天查還要六萬 我這樣想 Erik不是有嗎 以前 以前只要三萬就好了 現在要六萬 好 肯定 Erik在嗎 學校因為都會有吧 Erik Erik 我可以講一下 我學校老師 他用泰克 他 電腦桌 左邊 擺了一排的 桌上型電表 還有四波器 還有電 還有電源供應器 都破十萬 誰在用 老師 一個人 鄭鋼琦趕快去要名片 你們學校好有錢哦 他要倒出來那個 他要倒出來的時候 我老師那個用經費買的 對啊 記得 記得沒有用 要上席物網 泰克的 一個很棒啊 他有些產品還是中生寶耶 中生寶 那我這台泰克可以中生寶 你是 你是哪個型號啊 TDS380啊 就就那台古董啊 那古董可能沒辦法 我覺得中生寶他的 他的 他有個條款好像是什麼 哎 停產後幾年內 就還可以保這樣 然後只要還有繼續再產 就 就可以保 我這台 剛好說到電表 我之前有一個 三個世紀的產品 我之前有個很想要的工道 找一下 你可以許願許一下 啊 對 我等等想要來實驗一下 哈哈 我等等就發到 切的上面就好 麥可發啦 是哪一個檔位咧 先把溫度計插上去啊 量一下你的室溫吧 他這個可以到幾度啊 很很高 很高是多高 呃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哦 他 這個 他在哪裡 他是 TP01A 基本上 不50度到正400度 對 基本上這個電樓 只要 他的前端 兩側才要金屬撐得住 都可以量 溫度 HOLD的住 HOLD的住都可以啦 對啊 那個金屬材料 HOLD的住都可以量啦 因為他 呃 基本上就量電 那個電壓啦 哎 你要你要按 哦 對 度C 哇 沒開冷氣 冷氣開太冷了哦 28很冷哦 哎剛好跟我冷氣的溫度一樣 固體表面28度代表你的室溫是26度 沒有啊 我冷氣就開28度啊 哦 這要量一下體溫哦 他這個電表不準 沒有啊 你看一下 28度啊 哇 這什麼 哇 很久很久 這個就是開很久 所以 所以 裡面的產品都已經 平均到溫 很溫了 哈哈 他們兩個人要體溫 我們之前有做 我們之前在 來吧 你摸 你摸到你的額頭 我看他變成 額頭 貼在額頭上看看 我有賴打 哈哈哈哈 哇 我快笑死了 哇 可以可以 你怎麼隨身有一個賴打 這小孩不乖就 就那個嘛 然後他 直接燙屁 就 就拿跟鐵棒戳一下 他那個頭 他那個鐵棒燒手嗎 皮霸 然後現在有什麼材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那不耐熱 他是K-Type的 他是這樣 好 所以他 他那種都是 比較一般的線材 好像通常 據說兩三百度就不行了 他這種 我比較 比較相信他是那個啦 兩種 兩種金屬的那一種 欸 皮霸 皮霸就是兩種金屬啊 皮霸你的你的洛鐵有有溫度計嗎 沒有洛鐵啊 你可以有溫控了 啊不行 沒有溫控 不是 沒辦法比對啦 大家有焊過熱電瓦嗎 熱什麼 熱電瓦 沒有 沒有 我們學校有這個實驗 就是焊熱電� 他實驗什麼 就是 熱電瓦他原理就是兩種金屬 然後你交界面 如果有溫度的話 他會有電壓 就有電子的遷移 所以如果你 熱電瓦不是買現成的 你可以 買兩卷熱電瓦用的那個線 就是兩卷買來 然後你要用的時候 你就是 借你需要的長度 然後撥線 嗯 撥完之後要用那個 撥完之後要用那個 那個什麼 雅翰 就是他有那個機器 你需要的長度 然後熱電瓦要用雅翰 就是 這麼高級喔 這麼高級喔 因為那個熱電瓦交接觸 你不能讓他有氧化 有氧化你那個就不會准 所以你那個焊接前你要先 在機器通通雅器 雅器之後 他是照正常雅翰那個 規格去弄的 欸不是 他是用有專門的機器 喔專門和熱電瓦的雅翰機 對對對 你就是 把兩條線各階段 然後 把它碰在一起之後 固定在機器上 然後 先通雅 要先通雅器 雅器通一段時間 然後再按按鈕 讓他產生那個電瓦 然後就會把兩個焊在一起 就是熱電瓦了 這個 這個聽起來不太實際 我覺得 這樣子 這樣子弄不如我自己去買一條 那有 有大量用的 的話有些人會自己焊啊 像之前我們學校 就有 就有在焊 電瓦擋是哪一個 喔這裡 對 然後就按 再按 對到這裡 然後量 單位 沒有他會自己跳 他都是Auto的 喔所以他是 他可以自己跳單位就對了 所以可以自己跳單位 有些比較高級的電錶 他都會自己跳單位 沒錯 自己跳單位很爽欸 對 你就可以不用管他們 這顆是104 104 104是多少 0.1 多少 簡單來講就是100 100 100 這樣誤差 大概10% 還OK 這顆是 這顆 這個我們不會看 這顆是賣哪 103 可以100 103 103 10 10 這個我算不一樣 賣哪 比较准了 陶瓷的误差只会到30 你看这个就存很多 存很多 对 麦拿比较准 胆子更准 不过胆子我们比较少用 胆子电脑我学校 学校好像有几个SMD 胆子超贵的 胆子我们一般电子零件比较少用 那个都用在浴波比较多 我差百颗的 因为它坏掉会短路 这个要接对 不是啊 这边附吗 对啊 你做了一件坏事 你说 电解电容要量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两只脚shot 要先放电 对 没有他那个电容表就死掉了 那怎么秀斗 是接触金属片吗 这个两片 两只脚短路在一起就可以 这样一声 诶 代表说你这个是新的 还没有用过 没有啦 你说哪个是新的 这个电容 它耐压也没那么高 不一定啊 有时候你会量到挫晒 我们以前医疗医疗器材里面有一种那个 那个就是心脏驱占器啊 就傻瓜电机器 它里面用的电容 它是32法拉 32法拉 不是麦 法拉 那种电容 那种电容在运送的时候 有什么不行 超过了 最大多少mine 我看一看 规格书上 10吧还是100 你是不是要切档啊 他是不是有还是有档位要切 测量电容 电容在哪里 我去哪一颗小特电容 slat到电容档 然后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是说 如果以后看到那种法拉数很高的 千多米不要去碰 它里面含的电压 有可能会电死人 然后 呃 他们在运送的时候 然后那个电容都要用铁片短路 嗯 免得他在运送过程中 静电都一直 静电充电 对 然后去摸 然后就被电到 哎 他最大是 9.999 奈法拉 啊 9.999 没有到1米 哎 不对 他有999.9奈法拉 这奈法NF而已嘛 就没有到1米 嗯 嗯 对啊 他没有到没有啊 啊 那就没有啦 那就是那个电解电容都不用量了 电解电容 那 那这个应该是SMD在用的啦 看起来应该是SMD工作站的 对 这些厂商还有出其他的电表吗 你说这一家吗 什么肉饮吗 是有 啊 对 他出他他就专门专门出电表了吧 不可能吧 这都 没有到没有到没有啊 对啊 好啦让你们专心那种小电路啊 MCU旁边的不要吵 大的不要量了 嗯 所以这是否电子电子用的吗 SMD的啦 就是那种表面接着的小小零件啊 嗯 需要法拉需要麦的请找郑鸿奇 他有R2T 哎呀 太多能量啊 还会告诉你符号 好 继续 没关系 继续请继续 好 这电感电感也没有了吧 这个是电感 电感我不知道行不行欸 电感你要用什么当 电感 你量他主抗 你量他主抗 你开Auto量 他就主抗 开Auto 直接转到Auto 嗯 直接转Auto 是指哦 这样子啊 直接转Auto 然后看他会量出什么 量出什么神奇的东西 哎 这个电感包成这样子 是要怎么看 要怎么看它 要怎么看它 哦 这怎么看到多少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 对啊 对啊 这个这个我一直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这一种 这一种 这一种不是 这一种不是在 在电源用的 这种好像是高频率波用的 叫RFV啊 射频抗流圈 我记得我有大颗跟小颗的 这颗看起来是转5幅的那种 103mm 这个我知道是什么 这个我爸给我的 这个我爸给我的 船家跑啊 这一粒加起来 那5号的塑胶皮加起来 都刷滚了 嗯 一大堆激包线 绕在一个铁圈上 这个好像不能拿来做 那个电源升降压 他电源升降压那一种 他有要求那个持通量 你如果持通量不足 那个电感会烧掉 诶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有人在脸书跟我讲说 那个那这台电容可以到9.999 MF MF说 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这样 可以到MF吗 对啊电容 就是有人补充 然后那个 你看680mm很大啊 所以这个是 是绿波用的 就是 就是不要量太快 就是速度放慢一点这样子 然后它的测量什么 对对对 这是我要等它充电的意思吗 我找我一颗电容 我还有一些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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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电容啊 就是电容啊 对啊 对啊 这个这个我都叫它浅填定啊 浅填定 浅填定 口香糖啊 浅填在家 你你你你刚刚刚宏奇讲的 你有听到吗 平爸 你那个电解电容 要不要再测一次 嗯 可是不要太快 你就就是 就是要放久一点 嗯 这个是一千哦 一千mU 对 我刚看一下它的规则表 确实可以量到9.999 麦克发了 嗯 麦克发了 9.999 可是他没有 他有他有麦吗 他有麦吗 我看一下 有我刚刚查到那个 立体300 有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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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厘清一下 刚刚是说9.999 还是999 9.999 9.999 那那一千就不行啊 不是吗 对啊 那就是10麦嘛 那就拿 那就拿那个 4.7麦之类的 來 哇靠 你这也太夸张 很便宜啊 这个淘宝也是买了 这样整包 是不是不用台币10块 然后用了这个 就会下地狱 哦 相信 有些人说 诶 我的那个 Aduino要紋压拿了一个 这个 然后磁铁一吸 卡 好恐怖哦 磁铁 我有磁铁 他的ESR都很高 麦克就是要自干啊 我上次用那个 A4纸 A4纸 跟铝箔啊 自己绕电解电容 不过没有电解啦 不过他也是电容 嗯 然后 郑宏奇以前有那个纸箱子 那个纸箱子 好几纸箱 他把它串在那个 电线的插座上面 然后店里面一打开 就听到放鞭炮 叮叮叮叮叮叮叮 自己绕我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炸很大颗的啊 天啊 大颗 你们都怎么都想这件事情 那个我把这个电表的规格表 发到日子上面 你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一起看 嗯 欸之前我高中在弄那个 特斯拉线圈的时候 就是 你知道就是特斯拉线圈 他需要那个超高压电容 哦 对啊 超高压电容 那个要做你可以就是 拿那个 自己绕了 不是不是那个没有要绕 没有要用到 你说你说那个什么 闪电屏哦 他有没有啊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 有了 可是这颗是10MU 然后他测到9MU 所以电解易干了 嗯 就是 那种超高压电容 你可以用玻璃牛奶瓶跟那个 包外面包锡脖子 哦 这是所谓所谓的闪电屏啦 呃 跟莱顿屏不太一样 因为莱顿屏它可以除 那个电容量太少 你要加那个电解 电解 就是界电物质 然后 就是网路上外说 就是可以用那个 硫酸酮 硫酸酮的水溶液 硫酸酮的水溶液 硫酸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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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外面台电那个都被换掉了 对啊 里面都是啊 所以他体系小小 而且会散热啊 对啊 可是就是柳酸酮 狗居聯本會伸出畸形了 柳山童雖然也有毒 但是比較好一點 不好意思 插一下 我剛把我的夢想之物發到Chad上面 那個到底是什麼 那看起來超酷的 那個我講一下 這個是 還是說那個火腿跟琵琶 你們先留個最後個十分鐘給我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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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先不耽誤你 OK 好 那琵琶繼續吧 所以剛才最大測到10Mu 那就是10Mu啦 這真的是SMD WALK用的啦 OK 然後接下來你想量什麼 這張車的單位是什麼 也要看數字啊 你也是要看數字 都是NF的啦 是誰的啦 他寫的啦 等一下 等一下 看不看 100 怎麼會是反光 100K 100HD嗎 還是什麼 應該是N啦 應該是100N 那個應該是1.1Mu吧 等一下 我就左右相反 沒有沒有 上面寫什麼 點33啊 點33 點33 點33Mu 你試試看 量量看 點33Mu 這個應該沒有 這個應該沒有正負吧 沒有沒有這個沒有正負 334啊 對 300 300Nano 對阿 就是3.34 點33Mu 點33Mu 所以蠻準的 麥拉電龍 以前好多喔 Erik出現了 Erik剛剛講說 10Micro Farrah 對於 10Mini Farrah 10Mini Farrah 10Mini Farrah 講錯了 等於 1萬 違法拉 昨天就是Erik幫我查6位半 一台要6萬塊 好 好 接下來你想要玩什麼 看你啊 那個 那個交流電 LED點的量嗎 LED LED可以測嗎 插你家的那個 插頭 插頭的那個 交流電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再玩那個 先把基本不會炸的先玩完 交流電不會 可以 他電阻檔可以測嗎 電阻檔可以測嗎 電阻檔可以測 他應該是要用那個 你要用BB叫那個檔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在哪裡 沒有那個要用2級體檔吧 現在是電阻啊 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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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那個SLED 有了有了 2級體了 看到了 這個我都叫BB叫 對這個都是 BB檔 2級體是分開的吧 BB檔不會亮燈啊 會 他就是2級體檔啦 會啦 只是會很小 他會這樣比較小 你這是什麼顏色啊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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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的壓降是2.5嘛 Hello Brandon Yeah 嗯 Hello 2.5 好 2級體 2級體一樣 試試看 看他 有了 Erik Erik 指明要量電晶體功率 HEF 不行就反過來 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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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不是有畫 對啊 一條線是白色的 欸 0.6 Yeah 那個 剛剛 提到那個BB教這邊的工人喔 那個 那個 如果說是那種 通常喔 我們會用 利用他來量 比如說 100歐姆 以下的 類似 100歐姆以下 這個檔位喔 那個 呃 他就在專門在測那種是開路或短路 可是 如果說 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就是喔 如果你是要測那種像那個二級體喔 那個 因為像這一類的那個掌上電表 他大部分是不會去區隔 你是量那種二級體 還是量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呃 那個 歐姆的那個短路 Open 呃 簡單的說 如果說是桌上型的電表 他會故意把這兩個功能量二級體跟量那個 這個 這個 喔 歐姆的那個短路 OpenShort 這兩個功能是會分開 但是在掌上型的電表 通常喔 都會把他們喔 那個捨去 他們是會捨去那個二級體 那一部分的功能 嘿 基本上是這樣子 有沒有這樣設計啊 對 因為一般會是這樣設計 那桌上型的儀表的話喔 嗯 那個二級體 它 那個量測 它 它是會有另外那個 喔 另外分開 喔 嘿 它會 因為二級體的話喔 呃 要看什麼樣二級體 通常桌上型是會用兩伏特 的這樣子的電壓來測 就可以直接測這個二級體 它的那個 那個 那個順向偏壓 是 是多少 嗯 嘿 因為如果用那個 欸 如果你是用那種 那個歐姆檔 那個歐姆的 那個100歐姆的 這樣子的論取來量 你是沒辦法 你只能知道 呃 這個目前二級體是 順向偏壓 還是逆向偏壓 嗯 但是它的偏壓電壓 你會不知道 嗯 不好意思 插個話 那個 花蓮要地震了 這次是瑞士4.1 最大震度四級 好 完了 嗯 完了 什麼意思啊 皮膚你要接話接好 有有有 不是 我要說完畢 OK好 沒事沒事 我想說 呵呵 好 那我回到琵琶這邊 嘿 嗯 好 所以 要不要試一下 怎麼量三級體 PTT PTT 我不知道要怎麼用兩隻的量 耶 之前學校有教過 可是我忘記了 哈哈 因為我 我舊的電表上面 可以直接插 可以直接插上去量 以前 以前是這樣啦 就是 你這個你要先知道 是NPM 還PMP 我們會在 呃 你 你那個 手指頭 會拿來當作那個 RB 然後 手指頭到RB 你要先知道 你其實你還是要先知道 這個電晶體主態 所以你先用二級體檔 先找出BCE在哪裡 然後 一般來講 中間可能是B 所以你先用一個 用一個 事務法 你中間是紅棒 然後黑棒是兩端 然後看會不會 會不會有二級體 我們先假設它是 假設我現在不知道這顆是什麼 對 你不知道這是什麼 好這個沒有 然後另外 然後你 你就是 對這樣不行 然後黑色 換黑色在中間 一般都是VC 兩邊的一邊是V級 現在很多V級都放中間 你中間放黑 然後兩邊用紅 看有沒有 有了 這一個 另外一個有沒有 另外一個 看有沒有 沒有 那這樣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那個 上面的 上面的 PMP PMP 你把它畫一下 注意 那個數位電表 數位電表的這一種檔 紅棒是正電 黑棒是負電 對對對 那個傳統的指針的 一樣三用電表 傳統指針的 在這個檔位上面 紅棒是負電 黑棒是正電 對 指針型的會顛倒過來 對 是喔 對 指針的是不一樣 因為指針的它那個 HFP 那個直接在上面 直接做 這個 這個算是冷知識嗎 我第一次聽到 然後 然後 PMP 現在 因為我們知道中間是B角的 中間是B角 B 然後 然後兩邊就可能是C或E 先假定 其中一隻腳 是C 然後 你在 那個 為什麼中間是B 因為你剛剛是中間是黑棒啊 你兩邊是紅棒 你紅 那個正電流向負電 兩邊都是流進去 所以你 你其中 你就是畫一個箭頭槽內就對了 你 嘿嘿嘿嘿 對對對 PMP 這叫PMP 然後 然後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規劃一個組態 這個PMP要動作要怎麼樣 你的B角應該要跟C角之間有一個墊子 有箭頭的那個是E 有箭頭的那 那可是E 那可是E 嗯 然後 你跟你BC之間 就是要用手指頭 指頭的地方 把它按住 然後利用你身體的 剛剛是那個EMEGA 可能我們一般來講應該是幾百K 然後呢 碰上去之後你用電阻擋 電阻擋 然後電阻擋怎麼樣呢 紅棒去碰那個E角 我現在不知道哪個是E 對 隨便都可以 那個我跟你講 因為電晶體是 對稱型的結構 如果倒過來 你只是會降低β值 所以它還是會動作 你懂我意思嗎 那個是那個半導體濃度殘渣 濃度的那個問題而已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重開 皮靶開始忙了 你在洗衣服說 要用電阻擋嗎 電阻擋 然後 現在 有一個人好吵 又挖著嗎 然後你的手指頭 手指頭 這樣子嗎 不是不是就是你 你壓住紅棒的那一 對不起 紅棒不是 對 你的黑棒 你的黑棒應該放在 你的黑棒應該放在哪裡 放在C 你的黑棒要放在C 對 你壓紅棒 紅黑棒放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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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壓住 壓住 壓住 理論上不會導通 因為現在還沒有形成偏壓 所以你手指頭伸過去 把它 觸一下 黑棒跟那個 不是紅這邊 是黑那邊 是黑那邊 你按住 你按住黑棒跟那個B角 按住 按住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你的電力已經活起來了 你的電力已經進入偏壓狀態了 你的電力已經進入偏壓狀態了 但是現在是不是在工作區 不曉得 但起碼你的西醫變導通了 但是 這主抗這麼高不太對啦 因為這可能是你手的主抗 我看看喔 為什麼我不懂耶 你的那個紅棒 你紅棒壓著 你紅棒壓著的時候 手不要去碰 手不要去碰 手一律都不要碰 但是黑棒這邊可以去碰 黑棒像剛剛那樣碰 然後碰那個B角 要B角也要按住 可能要按大力一點 因為我覺得 你可能 兩隻腳 沒有 就你碰到了 你又碰到了 你又碰到紅棒了 對對對 對對對 我換鉤子 不是 這個不用換鉤子啦 因為有棒子還 那鉤子是對的啦 有棒子還比較簡單 因為你才碰得到接觸面積才會大 你的身體 我也覺得鉤子比較方便 還是大海有更好的方式 是不是 直接用碳棒 你是說 我就正在講 對不起 好吧 我們現在分成兩派 鉤子派跟碳棒派 好 手只能碰黑棒跟中間 不要去碰到紅棒那邊 黑棒跟中間 對 你看他是不是倒通了 對 這個 這個不像 這個不像 太高了 這樣子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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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手不要去碰到紅 你一直會碰到紅色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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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的 哈哈 沒有碰到的 你現在主抗高有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確定他不是你身體主抗了 那他應該是因為IB很小 IB為什麼很小 因為流過你手指頭的那個B級電流很小 所以他現在西醫之間的那個 那電流很小 你左邊的盤子有個電阻拿下來碰 好啊電阻對 對對對 對啊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哪一條倒進來 對對 讓他兩個頭 對對對 你去相當時做一個那個啊 聲音放大電路就好了 取代你的手指頭 這樣手指還是有碰到 對啊你手還是碰到 這時候碰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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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應該是10K對不對 220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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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歐怎麼那麼高 對啊可是為什麼那麼高 翻過來啦把紅黑棒對掉了 對紅黑棒就是你把電晶體180度 電晶體180可能是因為你是反 你的阻態是顛倒的所以你β值很小 好然後再碰碰看 還是還是很高 不然 要不然我跟你講還有一種可能 因為你現在電表他所產生這個電阻檔產生電流很小 很小的情況下 他你可能現在要改成用電用二級體檔來量 因為二級體檔提供電流會大一點 因為你這樣的情況是叫做那個那個IC 那個級級電流不夠 所以他沒辦法進入工作區 你現在調整成二級體檔然後做一樣 對然後做一樣的量測 你應該可以看到比較比較小的值 沒有電壓這樣要用算的 這樣就有導通了 對差不多啦 壓差0.7 你這樣量到的是B1級的 B1級之間的電壓 然後因為還要扣掉RB的壓降 我不太對的是 如果這時候C1如果已經有進入工作區 他的壓降應該會很小 一般那個BJT工作電壓至少0.2以上到 0.2到0.3 所以這樣是有點怪 那公佈答案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9012 喔9012喔 陳子豐是誰啊 我也不知道耶 你是不是被入侵了 那個我想要什麼的 然後他的一個照片 就不是有一些人 他那個FB有時候會收到奇怪的訊息 我記得好像還有人收到那個生殖器官的照片 真的有的 比如說這個是不是你 對 因為他是你 然後就一個點解 9012你打出來第一件事情 他都是會跟你說公車陷入 哈哈 這是台灣這邊嗎 就是我們辦法再量公車 嗯 EBC啊 EBC 對啊 所以我們剛才的推論是對的啊 嗯 是結構是對的啦 但是 他實際 我們電表的這個主態 並沒有辦法讓他進入工作區啊 因為他可能他提供的電流都太小 對 因為包括剛剛二級體檔他呈現的電壓值 他也不是正確的 好那那切一下切一下我的畫面啊 我給你們看一下我七年的電表 七年的電表 欸不對啊 我們剛剛推論是錯的啊 因為我現在是反過來的啊 反過來什麼 所以說剛開始才是對的吧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那個 你可以 你可以正反都測一遍啊 看他結果會怎麼樣啊 你現在你現在這樣子你反過來測一遍 嘿 喔好客難喔 對啊 這應該要有一個那個插麵包板 還是那個什麼 輔助小手臂 你說你說那個嗎 那個章魚夾 對啊 兩邊的兩邊情況好像一樣 一樣啊 所以你那顆那顆已經貫穿了 沒有他應該是應該是 我認為是電表他本身不會提供那麼高的 的電流輸出 所以你沒有辦法讓電器產生在正確偏壓 但至少你 你藉由二極體量測你知道他的主態 這樣就可以了 OK好我分享一下我畫面 嗯 OK 3 OK好 這裡有看到一個一個是新的一個是舊的 然後我剛剛那顆 在這裡在這裡 然後我為什麼說我會不知道要怎麼量呢 因為我舊的上面直接有這個地方 你可以直接插上去就量 我知道 對我知道 對這樣子就量了 對這樣子就量了 差不多這樣是正確的主態 因為一般 一般那個HF1都200左右 對啊 就是直接插 直接插就可以量了 所以說我一直都不知道要怎麼量 可是可是那個 你如果去地攤買 你去地攤買 我說你去地攤買的那個V1西角回來 要自己檢查一次 有時候標錯 對有時候會標錯 地攤那個80塊60塊的那種 那個V1西都是錯 有些後面甚至沒有接 你就可以用這個電表快查 就像那個我之前有買過一批 大陸的LED 他那個正負是反的 就是通常都不是那個 那叫什麼 LED不是會有一邊是平的嗎 平的 就是 哦 那個你說那個他的那個切口 那個速度的地方會有個平的 不是都看長短角嗎 對 他長短角是反的 哦 就是就是這邊這邊是正 這邊是正 這邊是負 然後就他他長短角也是這邊是正 這邊是負 你看裡面的三角形啊 你看那個LED裡面的三角形 後來都不相信他的腳了 我都看裡面啊 大片就是負 對對對 對 我都看裡面的 看裡面那個三角形啊 我買過那個大片是正 哇 哇 這個世界無奇不有 對 是代表我設施為什麼 我這個大片一定是負的 嘿 火腿你把那個 這一次的電表 切到那個剛才的歐姆檔或者是 那個電 那個二級體堂 然後你用你左邊的電表切伏特檔 你去量他的紅棒是不是正電 黑棒是不是負電 福特檔 對 左邊切到福特檔 兩福特左右吧 兩福 沒關係 對 你去看 紅對紅 黑對黑應該是 超過了 超過了 我直接轉福特 Auto福特 不是你在你在量誰啊 你在拿誰量誰 左邊量右邊 你是左邊要高一點 左邊跳高一點 對啦 你剛剛是左邊 沒有 對 我是說他的紅棒 紅棒 右邊那一台的紅棒是不是正電 決定 一台匯電 然後 也會 拼在 對 這邊 是 太大了 而且你們 會 差別 一百 是像數位的還是像紫針的 那解定是像數位的囉 是紅鎮黑腹啊 好就很好玩就在這裡 他在那個BB檔 BB檔是數位的 然後歐姆檔是紫針的 我說還會變哦 還會變 對那是我第一次看過 後來就停產了 就是這個俗話說得好 要向主力部隊靠攏 你不要自己在那邊 自己發想 應該不是停產 那個應該是倒垃圾給學校 那個很貴 那個當初他們台北公 那個那個大安高公啊 一起買工具包那很貴 然後後來量出來的 跟考試的題目不一樣 所以老師決定把他廢掉 那就慘了 學生就問他叫了 寶公有出一支烙鐵 然後用1860 我覺得很酷 寶公哦 寶公就是那個綠綠的那個吧 對 綠綠烙鐵 那一支我覺得很好用 雖然他就滿 他們在做檢定的啦 但是專攻學校教育 技術學校教育的 好 接下來要量什麼 剛剛的金鐘是寶公來按門鈴 哈哈哈哈 欸中期搞不好你會收到寶公全套的哦 全套哦 其實我有去過寶公的的那個總部欸 欸 有 在哪裡 新莊嗎還是哪邊啊 沒有啦新店啦 寶橋啦 新店對新店 啊然後呢 有去過一次啊 然後就就被去抓去開會 就被提出來 哦就兩手空空回來這樣 嗯對啊 反正就這樣 寶公的東西真的有人會買嗎 我這輩子買那個工具 買同一個廠牌同一個型號的 只有寶公 我買了三次 因為我兒子的錢子掉了 是因為不相信他這樣太容易壞嗎 不是被幹掉了 蛤 什麼意思也被幹掉 什麼意思 就被偷了啊 哦被偷走啊 被幹走啊 不是我實驗室 到底是寶公的欸 不要這樣 欸 我我我這邊齁 我這邊要幫寶公講一件事情 幫他講一件事情 是 呃 我的老闆他曾經去日本買了一組那個 小朋友的那種科學玩具套件 套件玩具 然後回來之後呢 他是那種加鹽水會跑的車子 哦 哇哇 鹽水動力車 寶公有最近有出 對 我要跟各位講 我要跟各位講 那個老闆他買回來之後 我拿盒子起來看 全部都日文沒問題 可是我翻過來看 Made in Taiwan 我就說奇怪了 你跑大包跑去日本 然後買了一個Made in Taiwan 後來一查 我跟你講 後來一查 那個是寶公幫他日本那個品牌代工的 哦 那個原始設計是 的專利是在寶公那邊 然後我們有一段時間就跟寶公聯絡 寶公就花了一些力氣 因為他發現大陸一堆仿冒他 嗯 一堆 然後所以他就花了一點力氣去清除這件事情 他他就是他花了 他有跟我們講 他們對口窗口跟我們講 他們都是在地的台灣的工程師去設計的 那個ID的外型啊 都是台灣設計的 嗯 所以應該這一點要給他肯定啊 就是日本人有認可他們的品質 才有辦法帶工去日本 就這一點 可是那是寶公玩具不是寶公工具啊 哈哈哈哈 哇好強哦 超嗆的 超嗆的 這個斑斑學活要會很重 超嗆的 超嗆的 哇這個巴掌打得好大聲哦 這個斑斑學活要會不會太重了 這不要 超嗆欸超嗆的 我喜歡 只有沒有工具要找斑斑學了 真的那個斑斑學 欸ERIC還在啊 我們已經死掉了 安田忍出來講一下 喂喂喂 欸ERIC還在啊 請安杰倫出來comment一下 哈哈哈哈 到這樣啊 我只是要用那個 寶公的焊台啊 然後這樣子啊 嗯 真的很爽欸 拜託我不要啊 第三點論不代表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台電錶 剛剛不是說 寶公的哪個焊台啊 沒有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結束 我們今天主要是電錶這個測試 我們先開箱完 後面再來談寶公公寶好不好 對啊 我們有一個VIP黑暗時間 那個就是不對外 欸 那個 錢只買得快兩千塊 你需要測PWM嗎 趕快 請一個PWM來測 PWM 對趕快 交給你了 欸其實Blink就可以先灌進去跑了 對不對 對啊 他就是50嘛 Blink就是50嘛 我剛剛兩個就這隻啊 等一下喔 欸這不是我實驗室也有嗎 嗯 Blink Blink 等一下我現在 今天保 今天那個 照道理講 他應該不是50%整 就差不多50%上下 因為回圈有回頭的時間 我要看一下 這個要開到什麼檔 這個算空戰比還是PWM 欸不一樣嗎 欸好像是一樣的喔 這不是同一件事 嗯 好像是喔 反光喔 喔空戰比跟赫茲啦 喔 赫茲啦 赫茲等一下用Tone來量 嗯哼 嗯哼 Tone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Archino的Tone啊 聲音 就是 就是Doremi發手拉西多啦 喔 等一下我喬一下 他那個背光可以關掉吧 背光關掉應該會比較清楚 我本來是覺得背光關掉不清楚 在開的 欸 可以 比較清楚一點 可以啊 我覺得我開背光還比較清楚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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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對對對 喂喂喂 剛好上面有人在要被煸了 你看你剛剛在下面的時候比較不會反光啊 你拉上來又反光啊 對對對 對對對 對啊 因為我只想要下面放阿Duno了 哦 哦 哦 喂 火腿你怪怪的你是不是去打疫苗了 還沒還沒還沒 快啊快啊 皮大是不是需要一個環形燈啊 環形燈是美機的 不是美這個 是美機 機 好 謝謝 有燈燈已經燒進去可是不夠亮 有啦有亮 有亮 你拉兩支杜邦線出來 接地跟13 然後呢 你旋鈕轉到溫度計那檔 欸我突然很好奇 皮爸你兒子都不會覺得你怪怪的 這一個月來 對啊 晚上八點就固定就定位不跟他玩 其實我都能我家人都覺得我怪怪的 糟糕皮爸亂掉了 哈哈 我還不知道 對啊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還在看 等一下 他說 他說 將旋鈕轉到 赫茲V 赫茲V或赫茲NV 然後 然後 然後按下 按下 你覺得我剛剛那樣子有點危險 怎麼說 看不到 我們看不到 欸 為什麼切不過去 沒有因為我剛剛在 我剛剛在那個店 別的店主還是還是電容檔的時候 我最近給他上 好 你開到那個 BB叫右邊的檔 赫茲 赫茲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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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 戰空比的那個 對對對 你開到赫茲Percent 就現在這個嗎 不對不對 在右邊 再轉 再轉 再來 再來 對對對 然後之後按一下赫茲 按下右上角 對 然後他會變成Percent 有嗎 有 有變Percent 有了 49.9 49.9 哇 為什麼會這麼清楚 我覺得這個是螢幕的問題 你已經進入那個 LCD的角度了 那個了 對啊 他應該不是用LCD 他是用那個 那個叫什麼 TFT 不是TFT 他不會用那麼高級的 他是用那種斑馬膠的那一種 就是普通的LCD 那個ST TN的 對對對 TN TN TN螢幕 非常好連接 你好歹TN也算 算那個 LCD的一種 哈哈哈 腳尺寸 面板 就是他 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有了有了 對對對 終於喬出來了 那個 皮霸終於喬出來了 膠帶拿來貼好 不要亂跑 因為我是有個台燈 所以沒有50%是Arduino的問題還是 Arduino的問題 Arduino的問題 Arduino本身那個DigitalWrite 還有 他本身那個DigitalWrite 他有做一堆檢查 對啊 皮霸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用那個 那個藍牙 藍牙 直接用藍牙的App來看 這樣子就不用管螢幕會不會反光了 藍牙 你不要害皮霸 待會連手機都掛了 好啦 那個我再講一下 因為 Arduino本身那個DigitalWrite 他會做一堆Track 所以 他沒辦法就是直接操控暫存器 所以光那個CPU的Time就會耗 所以他真 有了有了 他說DigitalWrite DigitalWrite DigitalWrite 其實會亮個大概1點多秒 我是有車 我自己是有車 用那個 讀輯分析 對 他那個其實他會亮個大概1點多秒 你不會出去了 那 黑貓 可是他今天的問題是 他寫了一個 一亮一暗都是 都是兩行指令的情況下 他花的時間沒有影響 我们要看的是正跟负的百分比 那他为什么还会有差别 我这边的推论是 因为回圈回头要时间 那所以那个回头会让那个 比如说他这边是漏 漏的时间会长一点 会长过亥的时间 那我们把我们把亥跟漏对调过来 是不是应该叫做50.1 对对对对那个马爸说的对 先玩这个先玩这个 把漏和海对调 然后这个也1000 对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就可以验证了 看办办学可以学逻辑 哇长知识了 好了 可是Safari 无法回应 对不起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误差 什么意思啊 什么今天 推论错误 因为他回头的时间很短 根本就是 我刚刚还在想说 为什么大海会说有一点不舒服 然后看到画面才知道 你爸你那边是不是有BW16 阿米8 这时候我们用阿米8进来看谁答案对不对 用ESP32勒 我没有 Pico勒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还是你用那个 昨天那一支开发版来试试看 看看是不是那个AdMail的通病 我们调一下换一下那个BW16 BW16 BW16 朱祺在发生 比爸你有Pico吗 这边还有啦 如果有人想要的话 我有Pico 可是我Pico 已经被装在壳里面了 对了 BW16的那个 就上次那个问题我解出来了 再次谢谢朱祺 我刚刚想到一个 我刚刚想到一个 会不会有可能 其实编译器的那个最佳化 把这件事情弄你 吃掉 对 所以开始用MOV语法 火腿 你那一台旧的电表 可以量那个战空比吗 不行 好吧 那就没办法对 你那边还有别支电表吗 搞不好量出来是51 我有别支电表 哎呦 可以量战空比吗 这时候 这时候那个 那个谁有安杰伦的试播器 翻出来 泰克的试播器 全部翻出来 有了有了 什么东西有了 为什么会46 你这个更糟糕 我知道了 Crystal的误差 没有啦 应该不是吧 跟Crystal什么关系 大家走的 Delay一样 没有这一颗没有 这颗没有Crystal 没有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Crystal 所以你基本上你的Clock是不稳的 它是有Gitter的 对 所以它根本就抓不住说 你到底现在到底是4950 它其实是混乱的 它是51 对啊 你这个不行 大海你不能这样讲 不是不行啊 我是说差不多了 人家那个AT Tiny做了很多那个装置艺术 灯光艺术 那个都是艺术家精心调出来的时间啊 看你这样一讲 他们都是乱放的 可是那个Gitter小鱼 我们的视觉战流 所以没有差啊 皮帕 皮帕 那个特效 这样子一排 哇 他的他的APP 他的APP名称 我打在那个康乔老师吗 我打在那个里面 聊天室里面 康乔老师 就那个黄信慧啊 他不是用了一堆I Do Know E Bo 变了 对 所以你是那个康乔老师的学生 当然不是 啊 啊 为什么大家都要啊 为什么为什么会见到这边来啊 没有我想说他可能是 没有刚刚马爸在讲 所以这个这个 就取得 就是他官方的APP 电牛欸 电牛欸 哇 取这么帅的名字 而且重点是这个APP很奇怪 他一次可以接四支电表 哇 这次很好啊 这四支电表的用力在哪里啊 这个你就可以放在产线上面啊 你可以 你就先游客模式 先游客模式 好 按好 还要找师傅欸 哇靠 然后之后呢 之后 你就先电表打开 然后按那个赫之钮两秒 按赫之钮两秒 然后左上角会跳出一个蓝牙符号 有有有 然后你按 你按第一个蓝牙符号 对对对 然后按连接 以连接 以连接 就返回 哎呦 返回 返回 然后就有了 哦 所以那四格是四支电表 真的厉害 有了有了 哦 我知道为什么 可以聊天欸 我靠 对 哈哈哈 等一下为什么还要聊天 不知道 远端 远端协助吧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东西 我觉得他应该是那个 量 就 就量 就量到一半有没有 哎那哎你那边量多少 哦好 嘿嘿嘿 他有这个功能 他可以远端协助 哦 所以你可以说 啊你那边量多少 啊你怎么按的 这样 原来买的是软体 不是电表 这是硬起软体 这怎么卖啊 哈哈哈哈 我们找到BCS model 那个谁 那个 那个 那个太厉害了 他的下注解 都 太有趣了 都 一语重地 对一语重地 这个 那个 一名金人 这个电表也能做到 线上线下 这个叫做那个 硬体软体一起卖 这样子应该是 这样会变多少 五分之 哎 哎 有了有 大概75左右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点误差在 对啊 毕竟那个仪器买的 不是说会很准这样 说他的那个准 到一万块的东西 就不要要求太多了 哈哈哈哈 确实了 哇 这个 本 本日金剧第三剧 哇靠 很强 很强 那钱真的 那个情侣 本日金的剧 刚刚量出来是39 那句话 然后50 就只差0.1 算了啦 很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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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 0.5000块都不到 甚至3000块都没有东西 有数字出来就要笑 哦 哦 哦 哇 好厉害哦 天啊 因为半半学他特价700块不用 哈哈哈哈 这些1000块都不到的东西 这个 我怕这个厂就 我怕厂生看到会不会跟洪基讲说我们我们终止合作 不会吧 这个工厂 一分钱一分货的东西 不是你都讲 你想要这个就来买这个 嗯 说真的这个价格你当那个入门的电表非常 确实 对啊 他真的跟没有他有到那个Flook的那个的样子 然后 你这种 你这种是 还蛮不错的 我告诉你啦 喂 以前我们在买电表没有这么高级的时候啊 拿一颗干电池去啊叫他一次拿舞台出来 他开福特档啊量下去就知道了 对 如果五台都不错 这间的品质好 嗯 如果五台二十六六 这买啊 你说的 他平馆就有 让我想起来去买那个 那个斜口钱也是啊 都要求老板要打开 然后对着日光灯 然后那斜口钱夹起来 能不能看得到光 这样子 哦 都有一些佩服了 要买 但那个很难忘 我觉得现在斜口钱加工都没有很有 这一台原本是多少钱 这样子感觉不错 我要怎么用才感觉 刚刚Eric问说 这一台原价多少 六七百块 老公只能买纸针的 MT2019 这个还可以量 这个不错了 六百块的钱 可以做到这样子真的很厉害 还有Tone 这个是频率是吗 所以现在380% 80%是说 有80% 的时候是亮的是吗 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 你害肉颠倒了 对对对80%是亮的 然后20%是低的 所以没错 差不多啊差0.1而已 因为现在就是250 除以1250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很准啊 就差0.1啊 好 可以啊 还有什么功能 还有那个 你帮我把它调回5050% 5050%之后 然后去测它的那个 TruMS就是AC电压 AC电压 下一组 我知道了 你这样先确定它 等一下哦 等一下 皮霸你直接点 萤幕上面的那个 A-MA 可以这样操控是不是 我记得好像可以 把那个音量拉走 你这边可以直接遥控手机吗 下面这个 不行 不行 不行啦 这个是画面 对对对 你说点哪一个 右下角的那个 A-MA 最右下角那个按 不能点啊 不给我点 还是那个是其他的那个没有转盘的 你要先暂停吧 暂停 然后再去点 不行那不给我点 好没关系 那直接转吧 没有复被解锁 复被解锁 你说点哪边 你说转去哪边 那个 电压 电压 电压檔 输入TK888 引起魔关羽 魔关羽 怎么上线上线就受30抽 你帮我那个 帮我那个delay换成那个 呃 60Hz 33mini 33 33 33 诶 这样是吗 为什么60Hz是3333 没有没有我好像算错 我心算不好 哈哈 他刚刚讲的啊 他 他今天怪怪的啊 他今天不太舒服 应该是 1616 16 16 然后看 然后我们观察一下他的他的 我们要的是AC喔 不是DC 诶 皮帕你转 你要 你现在DC喔 你要AC喔 怎么切 你等一下 你现在是在哪一个档 左边的吗 最左边的吗 有了 有了 2.5伏 2.5伏 5伏 5伏除2啊 对 所以方坡的RMS是除以2啊 是吗 方坡 方坡的RMS 哦糟糕 基本剑血 方坡的RMS 好像出以3.2了 好像出以3.2了 方坡 跟他的是赛博 方坡的话 战攻50%的话可以接触了 主2对啦 那对 战攻50%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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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霸你可以拿你的普通电表的AC档去量他现在 看他的AC电压是多少 我没有普通电表 我电表也是 也是这个牌子的啊 而且我是桌上型的 哦 哦 那他也是出RMS吗 他有写吗 是他啊 真有效值 他有写真有效值吗 真有效值是什么 就出RMS 他通常在表头那边会写 你看表头那边有没有写 这一支很猛 这一支是带那个蓝牙音响功能的那一支 哈哈 哈哈哈哈 为什么一个电表还要抢蓝牙喇叭 哎 这样哎 琵琶你试试看能不能 你这台有蓝牙功能吗 有哦 那你这一台也同时连上APP看看 我这台蓝牙是蓝牙喇叭 哈哈哈哈 原来是不一样的蓝牙 原来原来一个主要 为什么偷还要抢蓝牙喇叭 是为了怕那个凉的时候太无聊 说阿索要放冰 他是要宣称 他是要宣称他的高频屏蔽很好 都不会影响他的电压量测 对不对 哦 然后蓝牙在那边干扰 我电压都照上量的稳稳的 哇 所以要想要试什么 AC ACV 然后一样去量 看是不是也是2.5 或者是其他的电压值 我是要 希望可以比较出来说 真有效值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 一般的电表去量方波 他应该就不是这个值啦 因为他会把它当正旋波去算 那这样子都会错 AC哦 ACV 嘿 我比较觉得他们做 做蓝牙喇叭 蓝牙喇叭蠻好笑的 蓝牙喇叭蠻好笑的 我觉得他那个做的原因 他要做的那个原因 应该是说啦 这我自己猜啦 就 他们可能怕那个量的时候太无聊 有没有 所以还要再加个蓝牙喇叭 这样边 边量边听那个 那个什么 音 在边听那个 蝴蝶音乐啊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是产现在用的 就怕太无 就怕太无聊这样 比较happy的产现在用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让你们看 他自己 我 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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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帮我叫一下 这怎么叫 就你那个夹子 直接夹直的 哦 你怎么那么聪明 没有 因为我是火腿 你因为 我都说了嘛 还原给他你也应该要讲 火腿哈姆 不行啊 夹不住啊 你看我都讲的这么有气势 气势一百分啊 我以为 只要把他拿下来放在桌子上就好了 我刚刚就是想办法放桌子上 可是我桌子离得好远哦 哈哈哈哈 我说电表整台拿下来放桌子上 嗯 哦 被有几个铁了 哎 比较应该是有困难吧 他是不是已经锁在上面 比较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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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困难要说 没有 我说什么 我又不是说他有障碍 我又不是说他 他这个现场的摆设困难 这样好像没有救到 对 没有没有 比较你还好吗 今天觉得真的很不舒服 哈哈哈 有困难的应该不是琵琶吧 哈哈哈 哇 哇 哈哈哈 没够 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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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耶 哇 你已经连续五次京剧了耶 天啊 combo 5combo 5combo 就我们可能都要讲一个 Eric 的零压快压不住了 哈哈哈 没有这个要剪精华 剪精华 哈哈哈 好那Adan给你剪 哈哈哈 我档案给 我档案给 记录档案给你 记得还要加那个罐头音效 这样这样更有趣 哈哈哈 没有不然就今天 那个录影结尾之前 所有人 那个大笑20秒 这样子啊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一样啊 他也是一样耶 一样一样 对啊 代表说他也有处RMS 应该是哦 可是他没有标 可是不觉得低 看一下他的型号吧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觉得 我就不用花太多时间在这里啦 因为他 要不然就是那个火腿那边 有空再测试 嗯 他是CT5566还是 ZT 对ZT 第七我难过 还叫5566啊 5566 第七我难过 五六不能忘 其实是我爱你 他有的功能也太多了吧 他有他里面内建温度计耶 还有失踪闹钟 而且他还有最屌的 他还可以放音乐 双震膜喇叭 哇 喇叭 这次还越像越奇怪 变成是要 把那个 做不定有杜比 含绕音效 哇 喂喂 我们今天开箱是开箱另外一台啊 喂喂 没关系 我们拍错台的啊 还是我们觉得 跟ZO 跟ZO也在讲一下 都同一家公司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那个今天开箱的仪表 是台湾代理商给的吗 台里 问宏奇 他没有跟我讲那么多耶 他就直接 他是用简体制还是繁体制跟你讲的 当然是繁体制啊 但是这一台好像台湾代理公司好像没有进 真的吗 对啊 我没有去查这件事情 我刚刚有看过 编号到底是多少 呃 ZT300AB ZT300AB吧 300啊 300AB 我比较想要那个桌上行电表 这个桌上行 这个桌上行 而且还是充电的 我觉得是91860 没有啊 这种蓝牙喇叭 你去 你还不如去买那个什么 Makita 那一台我还蛮喜欢的 还有什么 那种工具品牌 有的还有 不要去买一般蓝牙喇叭就好 还有什么 那个 梁痛 马爸马爸要说什么 马爸要说什么 我们绊绊学699 人家那个没有绊绊学690 无期 台中无期 没有没有没有 最后等一下会补充那东西啊 你要看到最后才那个 那个东西就是 原来是隐藏福利的部分 对对对 等一下我回复一下谁啊 你可以切回去APP 哇台中的还免运费耶 690免运费 嗯 好没事 哈哈 马爸再说下去 下一次红旗蝎 你就把你提掉了 不会啊 我干嘛做这种事 不会啊 下次690会来找他 又又不是靠这个尾声 原来是这样子 哎 痛痛有范例吗 啊 有里面有 咦有一个 那个 他他那边找 诶 那个范例 嗯 啊 想想想想想想 Digital 在在Digital里面 然后里面有 Tone Tone Melody Tone Melody 然后给他每一秒都发一遍 多的声音就对 你就你就让他一直发多的声音就好 把Delay拿着 那不是C爆 這我從來沒用過 這怎麼用 等一下 你把那個陣列都刪到只剩一個 對啊 就你這只剩一個 對對對 改8 然後上面 這上面melody 改成只有C4 其他刪掉 就只有一個 任何問題只要用C4就解決 然後之後 然後之後就是 這邊就直接刪掉了 直接改成只剩下Tone 對 List Note直接小於1就好 整個回圈外面都撥掉 就只剩下Tone那一行 Tone 8那一行 哦 連續一直撥發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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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有個Tone 8 我講好了 把37行 留下來其他的 註解掉 那你就沒有那個啦 沒有這個啦 沒有沒有這個就錯啦 哦對 那就留內行 就留內行 然後最下面的 李爸我跟你講 你就把上面那個8跟那個 那個Copy下來 哦 為什麼不要丟到 裡面就好了 8跟哪個Copy下來 C4有沒有把它Copy下來啊 那個是有沒有那個 Node C4 對對對 然後Melody Copy再Melody 這個引測這個引測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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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Melody 對啊 然後後面改成8 後面那個寫8 然後其他都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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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邊8 不是那邊8 Note Duration 對啦 Duration List Note 對對對然後其他都註解掉 就可以了 然後之後那一行 那個Tone那一行改到那個 這個也不要是嗎 那也不用 那也不用 要Delay嗎 不用 不用Delay 他這樣一次就會一直叫了 不是嗎 就讓他叫到10 對啊那個你這樣跑下去就一直叫了 他不會停了 然後你限改到8 限改到8 那我把它改成13好不好 可以嗎 不是那邊不是那邊 在下面那個Tone的8 Tone的8 37行Tone的1個傳說 因為他這個是硬體的Timer 喔 還有他有分那個功能 第8隻腳嗎 對 第8隻腳 然後你要改成赫茲喔 電表啦電表檔要改赫茲 就是剛剛那個赫茲%再按一下 對對對 OK 那我們我們先 事先推倒一下 這個應該是44 沒有啊 為什麼沒有 180赫茲的嗎 為什麼0 他的赫茲其實是2平 對啊 喂你有沒有接到第8隻腳 有有 電表 有 有地線跟第8隻腳 有對沒錯 不然你把Tone移到那個loop看看 碰到loop 碰到第三個引數可以去掉 他就不會停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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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救援 喔 262 喔 喔 欸好像蠻準的耶 對一下那個啊 後面那個點H檔的C4是多少 右邊那個Pitch點H檔檔看一下啊 皮靶你點一下那個 對對對Pitch 嗯 剛剛是什麼C4嗎 C4要再往下 C4 C4 對對 往下滾 262啊 對啊 262 沒錯 0.5差別可以了可以了 哈哈哈哈 又要說Eric又出人講話了 天啊 你還在做歪掉就這麼慘了吧 那個Eric的鱗壓真的快要去 Eric的鱗壓真的 他真的 他真的已經加不住了 讚 我很期待Eric 每次都來講一下話欸 糟糕 他下次慢慢學全場都 全場都在講金句 然後原本兩小時的慢慢學 就變一小時 哈哈 那宏奇你要準備貼圖啊 這上面要寫combo combo 我覺得這個地表很適合拿來直播欸 什麼什麼說 就因為他有這個粗位的螢幕啊 他有來講這個功能 很適合拿來demo啊 哦 OK 直接把那個後面直接投在上面 超級適合的啊 根本不用喬位子啊 嘿嘿請說 你把你桌上請是5566還是5566S啊 5566 沒有S 我難過 我難過不加S 哈哈 一千多塊耶 一千多啦 一千五以內啦 對啊 那也不貴耶 可是 可是他 他沒有自動關 不是啊 他有自動關機 可是那個 沒電 就是 我覺得沒有很好 或者是那1860很爛 他 他是吃電池的啊 對1860 沒有你拿著人家贊助的 還說人家很爛是不是 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桌上行我自己來 他沒有爛 他本來就沒有設計這個東西 你要自己關 他講的是他桌上行那一台啦 這兩個 他是同的筆牌耶 他說是桌上行5566 嗯 沒有但這兩台不是同一家的 對啊 也是漸漸賣到他啊 哇慘了 哈哈 糟糕了 沒有他 他是說現在這一台比他舊的好用 沒有我們沒有說電表 我們沒有說電表的壞話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700塊的比1000多塊的好用 哈哈 琵琶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的 琵琶 琵琶這樣子吧 我們為了公平起見啦 琵琶你就把你桌上行那一台丟出來啦 嗯 你就收了這一台就好了 Eric今晚第六句 笑死 我覺得可能那個要真的做一下那個1 combo 2 combo的服 哈哈 還是說來找一下其他的直播平台 看能不能那個1 看能不能給他什麼1 combo和2 combo這樣 嗯 好像好像也沒什麼功能 其實我們可以搬到那個17直播啊 然後說不定有人會送禮物 這樣就可以就這樣 對這樣子會看到什麼 感謝琵琶送的999跑車嗎 哈哈哈哈 這些大海的大火箭這樣 哈哈哈哈 沒有這要改 要改啊 我們要改啊那個 就是說感謝琵琶送的500捲單心線 這是什麼主角 感謝琵琶送的那個60台拍4D 那我這個時候要這樣子 感謝火腿送999台阿丁的1 那個 上面有很多按鈕啊 像那個什麼Range也沒按到啊 然後有一個real是嗎 real三角形 那也沒按到啊 real三角形 三角形它是什麼 相對值測量模式 相對值測量模式 相對值測量模式的話 你必須要有兩個正電壓耶 哦 這個為什麼呢 怎麼連接 他有圖嗎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相對相對值 可能量完第一個然後按後的 然後再去量第二個吧 是嗎 是這個意思嗎 我不太確定耶 我看一下我們有13 13跟那個 13跟20還沒有用 這個Range沒按到啊 然後這個Range Range我先猜 我先猜 測量範圍啦 自己改測量範圍 改範圍啦 他沒有改範圍的按鈕 像你剛才練組 你就不用按Auto 你就Range按下去 他就從MegaOm一直往下跳 你要一次Range看看 我先按按看 現在呢 Range 按按按看 沒有作用 好 不好意思 我再插一下話 又地震了 瑞士3.3 所以 最大陣度 花蓮線三級 完畢 OK 所以你是住花蓮嗎 沒有我住台中 謝謝 不是 今天地氣區 combo地氣區 哇靠 鄧宏基你不要笑了 花蓮這個地震很難過 是喔 宜蘭的話就沒問題 宜蘭那就是地殼 花蓮這個是太平洋 搞不好阿強的潛水艇 在那裡放大堂 是喔 太可怕了 所以宜蘭地震就沒關係 花蓮的人的命 就比較值錢就對了 不是啦 宜蘭那是板塊 宜蘭那也是菲律賓板塊 跟歐亞板塊 嗯 不要爆地震啦 你知道對半導體 設備工程師來說 嗯 地震可怕 真的那個地板都耐不住 雖然說已經有做自震結構 不是是 是那個 一震晶體就掛了 不是你要回去 開始修 然後開始 reset機器 喔 新鮮的乾 對 做一半的晶圓 做一半的晶圓 就對焦 全部 就 然後 手都把它清出來 哇 就一盤Crow i7要出場的 所以是 Apple M1 然後沒想到一震 哇爆了 我們要回來回來這邊 OKOKOK 我查到了 我看到他說明書了 他說按下去之後他會 就是 他不是基本上都是Auto嗎 嗯 他如果是按那個按鍵的話 他會從最低 按一次就會從最低開始量 然後 每按一次就地加 然後到最高的時候他會到最低 循環回來就對了 對對循環回來 然後如果你要退出的話 就是長按超過兩秒 好那 那現在 好吧這一段 這段我要comment 所以這一段說這一台儀表 真的是適合低電壓的 一般那種高電壓的 占用電表 按下去他都會從高的往低的走 這個他是由低的往高的走 有啊有啊 對他接下來會變Mega 現在是在KOM 喔KOM5 這樣會變Mega 有有有有 然後會變OM OMG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然後長按回到Auto Yeah 欸我有點好奇 我有點好奇 這顆電表的主控 芯片是哪一顆啊 這個主控 開出來看啊 要開嗎 一定打黑膠了 不然你就要賺什麼 黑膠包起來不給你看的吧 可能那個一挖到STM32 有人要猜嗎 有人要猜嗎 欸 皮爸要猜看看嗎 皮爸要猜看看嗎 好啊 喔耶 等一下 欸皮爸你還有兩個 兩個按鍵還沒有用過 這是還有兩個按鍵嗎 那個三角形 你是怕他聽的 就不會音樂 沒有我怕說 我怕說你等一下猜了 你就量不了了 欸 一百億還沒量耶 三角 三角 你第一次量的東西 他會儲存 然後你再量第二次 他就會 減去第一個的值 嗯哼 所以我現在 應該是不是 求那個差異啦 對 你現在在量另外一個東西 對 你把EK的拿 對啊 因為一樣啊 因為一樣 喔 因為一樣喔 對對對 喔 喔 第二個220這樣 對對對 那他只會量兩次的差 他不會這樣一直減下去 是嗎 儲存的值 將從後讀數中減去 原來是量 所以這 要手動按後的嗎 不用不用 你只要量一次 量一次之後 量一次之後 按三角形就可以了 這個是一百 一百多吧 為什麼是負的 這顆是一百 一百 這顆好像是一百吧 對啊 喔 所以220 220跟100 0-100 那220啦 不是220 不是220 對對對 220-100 剛剛講到43114 100-220 對對對 100-220 然後 100-220 大概是 差不多 對啊 然後旁邊有個 MIX跟MAX的按鈕 所以我現在再換回來 所以我應該會變成 震了120 沒有 0 會變0啊 那第一筆都一直記住了 對 他會記住第一筆 除非你在 量那個第二個之後 再按一遍R1 再按一次 再按一次三角形 他就會記住 再按一次 就是你再量一遍那個 100 100 100被記住了 沒有 現在退出了 現在是退出模式 現在就退出了 所以他只能記一次 喔 再按一次就會退出 喔 對 他只能記 我意思 我的猜 我的猜想對吧 對啊 他只能記一次 對 現在歸零了嘛 歸零之後換下一個 歸零啦 叫他歸零這樣就明白了 歸零 對 變正的 變正的 對對對 就是扣皮啊 扣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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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扣皮 就是那個啊 你 你買東西的時候 不是會有 淨重量 淨重 淨重 淨重跟種種 扣皮啊 這個叫那個皮啊 然後然後琵琶先 隨便接一個電竹 那個先解除啊 那個 先先解除那個 對對對 有些那個有沒有 就有些賣東西的 他會說那個 就是有 就有些那個 應該說 你按下 MAX跟MAX 然後你再按一個 這個應該 這個應該要用那個 碰來 不是 這個應該用PWM來測 應該會比較準一點 因為他這個的話 他是會記錄說你這一段 這段時間波動裡面最小跟最大值 好 那好 那你現在再去量那個100 他是不是就 就 minima就變100 他現在是MAX216 對 然後你量一下那100 量那個100 可是怎麼怎麼recall 然後 然後你按一下 你沒有勾到 有啊 我會勾掉就放掉了 你再勾 再勾 然後去按 然後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按這個mini 對 他這樣是什麼意思 我看一下 他的說明是按下該鍵 可在最大值最小值 測量模式間切換 如果要退出 所以說他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模式 最大模式或最小模式 一旦是其中一個模式 他就一直給你最大的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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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是這個意思 我不太確定 那這一個部分 我做個補充 好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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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人 那個 Mexma密碼 這個功能 基本上就是 當你啟動了 那一個 這個Mexma密碼 功能 從那一瞬間開始 他就會 一直累積的紀錄 也就是他只要有遇到最大值 他就記 就會記憶最大值 遇到最小值 他就會記憶最小值 也就是 從你啟動的那一瞬間開始 就一直持續 那個紀錄就對了 OK 然後像剛才提到的那個 reactive data 通常他是會用在那種那個 電阻量測 因為像我們喔 因為我們電表 像這種早上電表都是 二線式的量測 線會有線阻抗 你想要去量一個電阻 你用二線式來量 這樣只是會測不準 因為你所尤其是量 測量那一百歐姆以下的 那個都會 至少都會多加個零點幾歐姆 那怎麼要去扣掉這零點幾歐姆 那個也就是搬到那個歐姆檔 然後那個短路 短路完之後按那個reactive 不過現在因為你是 是max碼密碼那個啟動 他 按兩秒退出 要退出 然後現在短路 OK 可能他這裡面已經 已經有在出廠前可能有 有教證過吧 有些狀況是那個 等一下 你這 他這個一百歐姆 是他最小的檔位嗎 還有沒有更小檔位 有沒有 Range OK 看來看來他 最小就0.1 最小 那現在他這個 簡單講 有些 如果說有些狀況 你會發現這個短路狀況是 那個有誤差的 就是會多個零點幾歐姆的時候 那麼 那這樣子的時候 就是按這個reactive 把它輕為0 因為他會記憶這個限電阻 然後這時候再用這個方式來量 就可以扣掉那個誤差了 OK 懂了 這個 要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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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拆 好來拆 還有這邊這兩個 那是2A的 你有10A的電流嗎 我有10A的電流嗎 你現在生的出來 真的出來啊 他還要拆了 你拆下去就好了 他有電源供應器 電源供應器 有嗎 我有這個 你那個要靠電流供應器 對 我有這個 你電源供應器上面是放衛生紙嗎 對 哇 真是一個標準的錯誤 我應該不能放任何東西 電源供應器上面應該不能放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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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就在上面放了一堆開發房 那你是在考慮 你要怎麼用 那哪一天漏電你那一整整對 我都犯乖乖 你這個電源供應器要設成CCMOD 那個Constant Current的模式 才會穩定的輸出電流 因為 現在是設成CV模式 CV模式是定電壓 嘿嘿嘿 對對對 定電流 要用定電流的模式輸出電流 然後去測電流 他這個定電流要有負載的時候才會作用 他現在是調到0 所以他才會CC 對啊因為 調起來 除非你的輸出端有短路 有短路起來 就會有那個定電流輸出了 皮包有可以撐 撐10安的負載嗎 對啊 你副表直接接上去啊 你就用那個10安 你因為你現在調成零了嘛 零安培輸出 你你沒有沒有那個 沒有負載錯到啊 他他沒有負載不行 沒有負載算short 負載就不會輸出 對沒有負載這樣算short 不行 沒有不會啦 因為他是 可是你有水泥電阻 對啊 P8有沒有水泥電阻 沒有 他他這個情況應該是 因為他把電流線 那個那個旋鈕調到零了 其實電流檔 把他打開電壓檔打開 他那個紙他就會跳回Nmode 你這時候電表直接上去 當然就是你一切都先歸零 然後你電表 用10A的那個那個 那個碳棒的位置之後 你接上去 然後你慢慢的去調一點點電壓起來 然後再去控制你的電流 你就會看到他電流就會出來 可是這樣有點危險 而且沒有負載 因為你的load是全部算在電表上 這樣比較危險 對對對 因為那個電流旋鈕 他就是在控制輸出的電流 你慢慢轉 他就是 他應該是線性的一個變化的輸出 這個我們以前 以前的電源供應器 就是這樣在測試的 就是以前 都還是只針釋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CVCCMode 然後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 就是直接電表 把它串上去 這樣是OK的 所以學校裡面的3055都燒掉了 就是因為這樣子 你說要怎麼用 他不會燒掉 我想問一下 這一台電流的保險絲可以換嗎 你說要怎麼用 你現在電表接在哪裡 我看 現在電表現在都沒有接 我說那個碳棒你現在插在哪裡 沒有我現在什麼都沒有接 兩邊都沒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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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就沒有那個電電流輸出 電表我說電表 電表那邊 電表沒有接 電表沒有接 電表對不對 電表的錶頭那邊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對你要改成那個 你要把紅紅頭接過去10A那邊 紅頭 紅頭啊 接過去10A 你拔起來 接過去10A 這個10A還好啦 保險絲燒掉而已 然後你那個 不會啦 你那個檔位 他這一台有保險絲能換嗎 你那個檔位齁 我看一下 先調好電流 我看他超寶是寫 有一根保險絲 陶瓷保險絲 他的照片 但是實際有沒有人要看一下 因為我剛看他拆開好像沒有 對 OK這樣對 然後你現在就是 那個對電源供應器紅紅接黑黑接 紅接紅黑接黑 好 欸欸 你為什麼 那個 你的鏡頭跳掉了 畫面這樣好焦慮喔 快點 你的畫面為什麼變那麼小啊 對啊 你的Arduino擋到了 對對對 舒服舒服舒服 舒坦的舒坦的 舒坦的 然後你要看 紅紅接黑黑接 啊電源供應器呢 電源供應器 沒辦法一次看兩個畫面 我平常就是會這樣看啊 就是要一邊看這個一邊看那個 有啦有保險絲啊兩隻很大隻的啦 好你把電表移過去 紅紅接黑黑接 嗯 你電表要立起來啊 立起來 讓兩個螢幕一起都看到 然後我問你喔 你現在的電壓旋鈕 是不是已經調到底了 對我現在我現在電源供應器是沒電的 你電壓稍微轉一點點就好 電壓喔 電壓稍微轉一點點 大概1.5伏就好了 一點 他現在看不到電壓 他現在是短路狀態 你現在已經這樣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 再來再來 我看 好好 然後你那個底下的電流 不會動現在不會動 你現在電流旋鈕開始慢慢轉 慢慢轉 沒在動了 哪一個 你轉回來 你轉回來 再電流先轉回來 你電壓稍微再高一點 電壓稍微再高一點 要高到有東西出來是嗎 對 沒有沒有 然後再來 這是他電源供應器的設定吧 他這樣轉電壓會出來嗎 是不定有短路保護 對啊 你電源供應器有保護 不會出來 他有沒有什麼燈號之類的 沒有就這樣而已 好 那你現在都歸零 都歸零 全部歸零 然後把那個 紅色拔掉就好 然後看你這樣轉會不會有 如果有的話 就是他有短路保護 先把紅黑 先把紅黑 紅黑棒都拿掉 從電錶那邊拔掉 電錶那邊抽掉 你說這個抽掉 對對先抽掉 好 你現在先調電壓給我看 先調電壓 那個電源供應器電壓 來看他會不會起來 先調電壓 他到什麼地方才會起來 好不要動 好不要動 那電流開始轉一點點 再轉 再幾個 沒有 他是不是中間 黑黑色 沒有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現在電壓是幾幅 我現在看反光 10.28 你把它轉到一幅就好了 轉到一幅 轉到一幅 你轉到一幅 轉到一幅 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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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你電流大概轉到 再幾分之幾的地方 電流旋鈕你知道嗎 你現在轉到幾分之幾 等一下 我現在轉到零 全部最左最左邊 好那你 你電流 你現在是 你大概轉轉到四分之一的地方 好停 好那你現在開始 紅接紅 紅接紅黑那個電表插下去 先插COM 然後再插10A 好他電流出來了 兩兩安 你趕快把電流轉下來 把電流轉下來 你現在就可以控制電流了 可是你的那個 低電流的控制 他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線性 沒有沒有那麼靈敏 對 所以你看你現在是零點幾 是不是零點三 零點三 就是這樣在測電流的 那他現在是不是CC 對 這就叫定電流模式 然後你看他電壓是零 這是對的 因為你的電表已經把它短錄起來了 然後你現在就比對 其實他們兩個之間有差別 所以可想而知他不是同一個廠商出的 好那你稍微調到1A 看他會不會一致 他有時候是低電流不準 他現在會不會燙啊 不會不會 不會 不會不會燙起來 不用擔心 你看木頭的安全 你只要在10安培以內 這個電表不會有事 沒有 沒有就算燒起來 只是換保險師而已 不用擔心 所以皮包你可以感受到嗎 他低電流比較不好 可是高電流就慢慢起來 對啊 那個低電流的那個誤差偏掉了 那個誤差比較大 通常在線性範圍應該是要落在那種 滿顆度10安培應該要準 然後那個差不多5%或者10%的位置也要準 大約 對 大約這兩個點 應該要準 皮包小心一件事情 你的電源供應器 因為你沒有做過這樣的測試 並不曉得它高電流的情況下 能不能撐得住 第二個事情 你的線 線的阻抗是不是足夠低 如果不夠的話 線可能會發熱 所以這件事情都要在做這種測試的時候 隨時注意 那皮包可以再買一支電錶 然後再買一支這個 然後把溫度接到那個線上 沒有啦 皮包需要買的是熱成像 熱成像 OK啊 然後另外再補充一下 那個這兩者 也就電源供應器跟電錶之間的數值有誤 那個箱之間是有誤差 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來自於這個 連接的導線主抗 因為有一些壓降壓在這個導線上面 所以使 簡單講 就是另外的那個電流表的負載效應 使得這個電流表這一邊的毒質 會 會 會 稍微略低於那個 電源供應器這一邊的 毒質啊 有一部分的壓降會壓在這個線主抗上面 對 因為 像10安培所量測的 那個裡面的向特 那個測電流的那個 那個 它通常是0點幾 有膜而已 那 因為這個導線 尤其是用越長的導線喔 那個主抗越大 就會分壓掉一部分 使得你這電流表的測量就 就會產生誤差了 就會有那個 0點幾 幾安排的誤差了 OK 好 然後我這邊補充就是那個線的部分喔 各位可以去買一種東西來玩 就是 音響的 那個喇叭用的鍍銀線 因為我實際以前我有用6A半去測過 那個鍍銀線的主抗真的是有夠低 那比這個紅黑線要低超過百倍以上 所以 那個可以拿來用 那個 可是它的缺點是皮很厚 那一種喇叭線皮很厚 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價錢很貴 那如果我用純銀線呢 你有錢可以用啊 沒有 因為我手上正好有 因為我剛才看到那個這兩者 兩個電錶之間的相接是 那個 鱷魚夾 然後跟那個鉤鉤的 因為像這樣子的連接喔 這個就有那個連接的誤差 那個那個啊 那個連接的這個主抗 這個主抗喔 可能就有0點幾歐姆了 OK 嗯 OK 可以 所以最好的接線方式是 直接 Banana頭 那個 也就導線 兩邊都是Banana頭 兩邊相交啦 對 兩邊都相交 或者是一邊和瑜伽一邊相交 嘿 那樣子會比較好 可是啊但是這個不是帶來壓降嗎 但是電流不是頭到尾也是一致的嗎 應該是應該是他放大器在檢 像特在檢測的問題吧 嗯 那一個 像特這一邊的話 他那個 該怎麼講 要看他的這個教驗的這個受死來源是怎樣 通常可能會有偏差 好 接下來 皮靶要測最後一個東西了 好 好不好 還要再測嗎 對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交流 哦 那不是 我以為你要我開始猜了耶 交流 這個其實其實沒有什麼好猜的啦 嗯 那個 可是可是我覺得交流很沒意義耶 猜 猜 猜 不好意思那個 我可以講一下嗎 因為我等我等等要先休息 對 好沒有你先休息好 拜拜 啊不是啦 喂 不是啦 喂 就是我剛剛講到說 有 對那個就是火腿對我剛剛發的動作有有興趣 嗯 然後我想說就因為我有時候留10分鐘啊 我可能看你們還要再講很久 對 你爸在猜的時候你可以順便講 OK 不然的話我就簡單講一下 好 就是我剛剛發有兩個連結 那個是國家儀器出的一個實驗的裝置 嗯 那分別叫Alvis Ni的Alvis 還有Ni的MyDank MyDAQ 那這兩個都是 Alvis比較算是說工程實驗是工作戰線 就是說你可以在上面插很多東西 然後它本身就有附很多的 比如說簡單的電錶 然後還有四波儀 然後好像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那些量 量測的工具啊 對 它就是一個多功能的一台 對 那 那個是我學 那個是我大二上學期在學的 我學校是Alvis 2 那我發在社會裡的是Alvis 3代 好那 那我講的不是這個 我講的是說 我那個時候在看說有沒有比較小小的那個 後來我就發現到了他們家帶的 就是同樣的東西 可是它有減掉很多功能 對 它叫MyDAQ 它就把Alvis的部分功能縮成小小台一台 對 那 那個我記得沒錯 它價錢還比Alvis便宜很多 所以 對 但也是一樣要過上萬 對 也是一樣過上萬 但 我確實很想要那台 因為 像有 有 皮霸 皮霸 你現在 你現在手去推那個電磁盒 它又下來了 買 往下推 往下推 MyDAQ 起來了 好 MyDAQ之前 成到 機械電子實驗是 用MyDAQ 嗯 因為 我學校是有一排的 封起來了 我學校有一排的Alvis 就是一個架子的Alvis 哇 這個被封起來了 封起來了 我看不到 欸等一下 你看旁邊的那個金正是多大的 旁邊金正 都會去找Crystal的位置 然後來推這一顆是什麼 磨掉了嗎 真的嗎 因為Crystal 你看它幾MHz的就知道 就知道它到底是哪一顆了 沒有磨掉 可是我可能照不到 等一下 那我猜我看 百般比 有有有有 HX 800 H91 8Mega HTM32 哈哈 哇 這個被破裂 它搞不好是戴喔 它不是晶片嗎 對啊 有可能是戴 欸 看腳那個腳的數量對不對 可能是裸的 你看它封裝的那個 腳的數量 很不像那個啊 很不像戴啊 不一定啦 可是你看看腳的數量 可以算一下腳的數量 欸你們希望不會把它撥起來啊 不好不好不行不太行 那個可能會上到 撥起來 撥起來等一下琵琶就要再買一台了 那個 那個要看風 我覺得撥起來那個 我覺得撥起來 肉依就不會再找我 你可以從 因為它藍牙模組 好像沒有封起來 你可以從藍牙模組的腳去推 哇 那它藍牙如果走UR的話 你也不知道喔 你就去推它TXRX在哪裡 藍牙可以嘗一下啊 這滿新的耶 十一月的東西耶 可是現在已經十月了 我覺得真的要去買一個那種架子 這樣手一直抖 這是哪一種 這個我就比較不熟 這種 這種裝法我也沒有看過 這個是那個啦 BW16那樣的模組裝法 模組啊很常見啊 油票孔然後 就直接焊上去 然後還有BW16都這樣幹的 對啊 藍牙的帶有很 藍牙的帶有很少看到這樣子啊 藍牙模組很常這樣 沒有啊 那個什麼 HC那些都是這種封裝啊 對啊 HC0X都是 這種封裝很好用啦 就是它是可以 那個直接貼在板上 就直接把腳拉出來 就直接把腳拉出來 你不用再去想說 那裡面要放多少電動 如果有熱風槍就 吹一吹把屏蔽到拔下來 就知道是 什麼AC了 沒有 然後再過沒多久 那個 陣紅旗就 不會再收到 ZOE的那個 都在破 我們在做這個是應該先關直播啊 不會吧 這還好吧 這還好吧 國外不是都這樣子 對啊 國外國外在 在撤都這樣子撤啊 國外撤更狠耶 他們會直接用那種 破壞式的方法去撤 起碼他layout有 有八角形這樣 國的月亮比較遠 他layoutlay的還可以 我之前想到那個 Apple不是 就之前有那個出M1的DTK嗎 然後他們官方還是有說 就是不要評測 不要對他做任何的評測什麼的 然後沒想到還是有人對 還是有人對他做的 而且那個測的分數都有跑出來 然後還有有人給他拆掉什麼的 那不是故意的嗎 就是你越說不要我越要 營銷的一部分 對啊 不要就是要 不要就是要 好啦 所以有推 所以有推出來這顆是什麼嗎 我剛剛測了一下 他的VDD是 左邊的 左邊的12345 第六隻腳 左邊第六隻腳是VD 那上面那四個孔是不是燒路孔 P5 P5 是P55 ST-Link直接拿起來插插看了 不好吧 這個不行 這個不能這樣插 因為ST-Link插錯會有問題 對啊 如果我射紅 再花700塊再買一台新的 沒事的 如果是 有人找到藍牙模組的那個 DATA DATA 怎麼跑不出來 我跑出來 你要點下面的PDF F9788不是2789 是下輪級 TXRX 找到了 TXRX在哪 TXRX在 TXRX在 右邊的第四隻跟第五隻 右邊的第四隻 右邊的第四隻 天線在上面 然後右邊的第四隻 第五隻 上面算下來 上面算下來 C-SHIP的手都選 1 2 3 有耶 天線 晶片的右邊 往上 第三跟第四 要猜猜嗎 要猜猜看 你說哪一隻 103嗎 就是 沒有沒有從那個 對 那一隻跟右邊那一隻是TXRX 欸 可是 啊 對對它C-SHIP有接出來 然後下面是什麼 看一下 下面是I-O 我覺得可以從四個地方去看 可以從那個 GND 可以從接地 然後 接地 然後 TXRX跟接鎮 還有 有TXRX之後 你就可以去判斷 那個 就是你可以去找 主經 欸不對 不對 3 2的 每一次都可以當TXRX 可以當那個 可以自己設定那個角位 對我想成那個 好 我知道了 這顆是中芯 對岸深圳中芯科技的 晶片 你說的那個是藍牙 可是它的那個 主控制器 不是中芯中芯 對 主控制器還不知道 因為它都已經用個交錯 16 這好像是40 欸這幾PIN啊 2 4 6 8 4 12 14 16乘4是 64 8 欸 16乘4 對 64 封裝 那再看一下 欸 它伸出來那邊是有腳的嗎 還是沒有的 哪裡伸出來 就是主控晶片伸出來 沒有腳要全部圖 全部包起來了 那它留這麼長 那它為什麼會留這麼長 沒有啦 它應該就是為了要之後那個 電路板封艙沒有辦法 之後它做新的電錶 它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它要做什麼 大油都可以做 喔 就把那個腳拉大一點 它如果拿 它哪天想換M 它哪天要換MCU的話 就可以直接換上去 對啊 就不要再講說那個腳太小腳太大的問題 這樣就不好推它是那個 有腳伸出來還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啦 這樣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嗯 要不要看背面 欸你Crystal是拿兩隻腳 喔 Crystal是上面的 1 2 3 4 這樣看不到 5 6 5跟6 上面那兩根出來的 我這樣 我用那個CubeMX去看 這個應該不是103啦 是5跟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但我們現在連第一隻在哪邊也看不到對不對 有啊 缺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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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有 這個缺腳 103的Crystal 103的Crystal是在左邊 它這個是在上面 夠啦 不要跟破解了 哈哈 真的那個破解刀那個 都不給我們那個做工商 幾百塊而已 可是這個幾百塊很有價值 不要這樣 這個這個七百塊其實還不錯啊 那七百塊就可以做到還加藍牙 所以就不要打破人家的碗了 可能那裡面塞了不只七百塊的東東也說不定 這藍牙有這個藍牙模組都已經那個了 不是 他帶給我們已經七百塊了 背面不好拆啊 因為背面他 斑馬膠 斑馬膠接的吧 不是他 背面的話他 他要鎖那個 他香蕉頭 對啊 他都還黏住了 你要推香蕉頭 好 那不好對不好對 欸 紅旗要弄出來了嗎 對啊 好 我們已經到10點半了 對 這是最後了 這是我們一定要跟到最後我們才能知道那個其中的奧秘跟撒幣組 那我關閉分享囉 好 關閉分享 好 好 這邊 好 來 接下來是 哇 專屬折扣馬 哇 工商時間 耶 接下來是紅旗的工商時間 什麼是紅旗 沒有是半半學工商時間啊 就是歡迎 反正我 我入住續續都有人會捐一些奇怪的東西給我啦 我在 捐到那個 半半學那邊 那錢呢 啊什麼錢 沒有人捐錢 裝傻 對 還有捐錢 我也需要有人捐錢 哇 沒有啦 這是對 限責150 哇 限責150 還有 沒有了 可惡 沒有 限責150 然後 然後 後面就沒有了 喔 這個店的只要549塊錢 對啊 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啊 那我還不趕快嗎 欸 沒有下標我會寄到你家喔 什麼意思 不懂 就說 這個我一定要買 然後沒有買 我會寄到你家 然後寄支票過去 寄發票過去 不要 什麼意思 寄我買就對了 反正 今天是第一次這樣 這樣子 這樣做啦 如果 簡單來說就是說 只要輸入這個 N-A-Y-A-B-A-N-88 可是 可是 可是我今天下午 再用這個蝦皮 這個什麼 折扣嗎 我就有點難用 我覺得 怎麼輸入了 怎麼沒有作用 要到第二層才有啦 喔 OK 就是這裡全站的不能 你要到 買單 你要到買單 然後之後 選擇折架券這邊 嗯 選擇折架券 然後 然後 然後這有什麼 好 所以 紅奇都不是 直接跑一遍了 A-B-A-N-88 然後 實用 欸 對啊 就跟你說有點難用 那時候也是遇到這種狀況 沒有啦 他要先 不是他不是這樣子用 他要先去那個 專屬優惠券那邊 你的優惠券那邊 對對對 對我也是遇到 你不能在這邊這個page去用 你要先 加入優惠券以後才可以結帳 沒錯沒錯 我也是那邊 我的帳戶 也是真的搞了一段 我的優惠券 對然後有一個 對然後 新增優惠券那邊 這邊這邊這邊 對對對這樣才可以 你才能去做是不是 我問一個問題喔 就是他裡面 他後面這個乾電池 是1.5伏的嗎 如果換一般那個 充電電池 你要用充電的 電壓 電壓比較低 這樣會對他的 沒有在這邊就直接選就好 這邊這邊這邊 直接放你加進來 你爸你那個齁 你應該就是裝上去 他不會顯示 Low Battery就可以啊 OK 下單了 下單了 請問一下 這個電表 他可以做長時間的紀錄嗎 長時間 他App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存檔的功能 不知道能存多久 對還不知道可以存多久 理論上應該很久都可以啦 所以為什麼要做長時間的紀錄 你是因為有需求要這樣做嗎 因為我想要 就是可能做一個放電曲線之類的 然後又不想開儀器這樣 所以你想說有個東西可以記起來這樣 對對對 OK 好 剛剛那個DAQ就可以 那如果我要長時間紀錄 我是不是手機也是要 要一支手機開在那邊 跟他藍牙連線 理論上是 對 所以長時間紀錄 我就可以來講那個 那說不定 說不定會有哪位 大大可以寫一個 App 直接去抓他那個 那個用那個Wireshark 去抓藍牙的風暴 然後可以去猜 要看他是不是密碼 要看他是不是密碼 那個有人回覆 我連線那邊有人回覆 就是說什麼 用可以用1.2V的電池 謝謝 對啊 然後可以長時間紀錄 沒有限制時間 那個 太讚了啦 官方要開SDK嗎 還是說 官方要開SDK SDK延期了是不是 然後另外喔 還有一件必須要注意 通常那個掌上電表喔 因為都是吃電池 為了那個使用上那種 避免那個電池喔 那個損耗喔 那個會設定那種 比如說幾分鐘會自動關閉 這個這個部分 這個這個一個部分喔 那個setting必須要把它DISABLE掉 不然你可能計個幾分鐘之後 就電表就自動SHOP DOWN 嗯 這個要注意 2分鐘會關掉 2分鐘會關掉 前面有人講過 這個網上有教學怎麼關這一台的自動關機 對 那個這個要注意 然後另外如果要 因為不知道要記多久 通常那個時間久的話 最好能夠有其他的電源供應器 那個供給電源是最好的 就把電池改裝啊 對對對 張位孔 假電池 張位孔 然後再加兩條線接出來 對 嗯 嗯 OK 好 那 你不知道這邊還有什麼問題嗎 對這個 這個 他的這個我要開 要開Windows版的 Windows版的軟體嗎 還是 沒有沒有他就只有行動的 你剛講到Wireshack 我很有興趣 早天來講一下Wireshack 那如果我們用電 那個筆電 然後開手機模擬器 連藍牙這樣抓得到 不行不行我試過了 不行不行 他這樣會有隔一層那個 隔一層那個 類似防火槍 那就要研究一下手機怎麼去抓他那個風暴 其實很簡單的方法 我想一下 你電腦齁 連藍牙之後 你們去看你們的抗口 如果你們是直接跟你們的藍牙晶片做連接的話 那你們會出現兩個抗口 其中一個抗口就是在跑資料的 那你只要去抓那個資料的抗口面的資料 這樣就OK了 去接聽他的那個抗口出什麼資料出來 然後去分析 他如果他是跑 他如果是跑明馬的話 那就好辦事 他如果不是的話那就真的 好吧算了 那就700塊而已不要要求太多了 對對對 700塊真的不要要求 這個 這個就是便宜才會有人開始這樣玩 是啊 如果貴的話就不會有人這樣玩 因為貴的人家系統已經寫好了 DNA 我猜他可能會有 會是沒有行Windows的驅動嗎 連不上去 會沒驅動 他應該沒驅動 那要查手機有沒有 手機有沒有App可以抓去 直接抓風包 欸查一下啊 可是 欸 沒有你抓到風包 你還是連不到電腦 你抓風包也不用 沒有你抓到風包 你手機還是得開著啊 現在是要想怎麼樣直接 如果可以跟電腦接一點的話 那你抓風包看有沒有辦法 自己寫驅動去連啊 嗯 不然就把TXRX接出來 哦對 TR接出來 直接去Arduino的 直接 是不用用到Arduino啦 CH340也可以啦 嗯 不用為了這種事情 再搞一個Arduino 對 不用再轉一層我想錯 對啊 就直接 其實 其實可以用那個邏輯分析 去把他TXRX 調出來 蛋欸蛋欸變貴了變貴了 什麼意思變貴 價格開始慢慢往上爬了 然後就這樣 邏輯分析是直接把那個 直接把那個藍牙模組的TXRX掉出來 我們就知道他幹了什麼事情 然後甚至你可以直接和自己藍牙模組上去 這樣什麼事都可以做了 就改那個嘛 喔 然後說要長時間紀錄的就ESP8266 看上去 你的這台電錶就直接上雲端了 真的 然後接Singspeak之類的嗎 雲端電錶 哇 不行啦 你上第一台可以hack的電錶 太嚴重了 然後那個Zoe就決定 好我們下一台就出雲端電錶 對啊 就去查那個TXRX 查看他的TXRX 然後這一台699就要再準備 這個價錢他應該不會再去寫編解碼吧 這樣太辛苦了吧 我覺得可能 他應該要出那種可以改裝套件的 那個 他想要保護自己的那個系統 就會這樣刷 我覺得他應該會寫 有些會寫 對啊 直接出一個下蓋啊 下蓋先幫你把洞挖好 還是說下次跟洞友講一下 先留一排那個杜邦座在側邊是不是 沒有就是一排 沒有啦 直接USB口了 然後就會出 不是通常這種破解就是幫你開另外開模 然後做一個新的被蓋 然後就可以直接裝上去 喔 也可以 然後 然後你就有多功能 然後你就有多功能 然後就 嗯 因為700塊你拿來玩 玩到壞掉也不會太新特 喔 他就700塊阿妹講到帶給我們就這麼嗨 嗯 沒有我現在講也像一個LB12東東的嗎 你說折扣嗎 他在哪裡輸入啊 再說一次吧 NT888 沒有啦 沒有啦 N-Y-A-B-N-88 不是啦 我知道啦 我說在哪裡輸入啊 好等一下等一下 我這裡弄一次喔 到我的帳戶 然後我的優惠證 然後新增折扣券 然後 喔不是不是這個 這個抱歉 欸 我的優惠證對啊 新增啊 對對對 新增 然後之後 輸入這個 然後按儲存 然後之後 欸 已使用50% 喔我已經有兩張了是不是 對代表可以買兩張 欸 我是今天 第一次使用 用這個 那個什麼折扣碼耶 我真的有點在繞路 欸還是 還是說這個已經 有50%的人用了 數量有限啊 他有數量的喔 所以說一個人一個帳號 只能買一次 然後之後現在已經有 折扣碼 過他使用 限量耶 限量是殘酷的啊 不過折扣碼限量吧 沒有因為 馬爸是不是填錯地方啊 這個我補充一下 因為這個我是跟那個 那個 那個 丟 丟這個 電錶過來玩的 廠商的聊天 我就說 因為我也不是看 靠這個狀況 我很想很想知道 很想知道 半半學有 這個會有多少影響力 所以我們就 我們開一天就好囉 然後數量有限喔 哇喔 真殘酷 對啊 他就數量有限 好吧 我還是覺得5566比較好玩 5566 5566 5566的賣場開給我 對 所以我可以講買這個機會 所以他可以打銅編嗎 打銅編 這個嗎 這個 該不可以吧 你要看他的賣家 賣家那邊有沒有講啊 不然蝦皮現在是 好像有統一開銅編的方法 對都是蝦皮開 沒有 看那個廠商有沒有參加這一件事情 有的話 應該是說看他有沒有 那個營業額有沒有到 有到的話有沒有逃漏稅 沒有啦 你沒有實體店面其實 其實 不能算逃漏稅啦 哈哈哈 你要去稅集登記啊 就是超過 超過營業額多少錢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網頁 網 線上商店的話 就沒有這個 你們這樣討論好像在檢討那個 火腿啊 哈哈哈哈 這個不是我的店啊 火腿 沒有開發票 哈哈 他那個有個三孔 三孔插座上面有螢幕 那個是什麼東西 看不清楚 我說全增壓工呂 全電壓功率 公率 功率 這是測red 交流電的那個頻率啊 功率 座 功率 無 沒有BSMI的測電器 沒有什麼 BSMI BSMI是什麼 台灣安檢 什麼意思 台灣安檢啦 沒有過台灣安國 了解了解 所以我可以來講一個 買D1 H2 你真的要買NI那個 沒有啦 我是夢想 夢想 啊 夢想 買DAC 買DAC 我個人用起來覺得還好耶 因為主要是我看上他可以量電壓量電子 就是他把一些量 他把一些量測 量就量的東東都給他擠在一起 這樣也比較方便一點 我建議不要 我如果是我會選擇那個 直接買買儀表 不要買不要買 那我買DAC 來做量測 試著最後壞 拿一個壞掉 你會很猜 而且他那個 你如果你直接去看他的Port 他Port要鎖那個 歸端子 其實那個不是很好鎖 而且 那個 那個會有很多問題 就我們之前學校在用的時候 如果你 你單純拿來做量測的話 你那個 直接買儀表比較好 折扣碼沒了耶 我也怕 果然是第一次做 怎麼會出這種back count 沒有啊 就我們太多人買了啊 早上沒有想到 快爆他了 我上廁所回來就沒了 怎麼會這麼快就沒了 他好像只有兩張 是不是 他是有幾張 還是我們 正宏奇 要有什麼 直接call in 廠商 不應該這樣子吧 四張 有四張 就跟你說到第一次這樣搞啊 我也是第一次這樣弄啊 所以 快點快點 是不是很不道德啊 不會啦 沒有 怎麼會只有四張 我們 對啊 再問正宏奇吧 我怎麼知道 是他設定的問題還是廠商的問題 我設定設效 他就是打算就是賠那四台 然後其他都是賺 沒有吧 這個這個外面價格 你收出我一點 沒有他這個699價格其實很低了 因為你去淘寶買 其實差不多這個價格 而且你還要算他 可以了啦 也不用太太在意那個 網路上網路上有另外一個是690 免運費 你用這個實況去查 158人民幣 求個690的連結 決定要去跟690買了 真的有點壞 因為因為他現在 他現在恢復699 然後你運費還要自己吃 出60 那就759 那我幹嘛去 那我幹嘛不要買690韓運的 我不對 你應該要先結束錄影跟直播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就是在開著 售出 他不講了 他不講了 以售出 以售出零是 蝦皮以售出的算法是說 你要賣 你要出貨 然後對方收貨 他才算售出 是啊 對我之前有去算過 我之前有去算過 我之前買動 那我先休息了 拜拜 拜拜 對啊 看吧 我是 我就覺得 那個什麼 我剛才也傳那個簡訊給那個 給那個廠商單位啦 他有改就改吧 因為我們這個什麼 這個這件事好像 你有跟他協調的時候 開到 就是開到明天 明天8點 就這樣子而已 因為我 再開 對 純粹我的 21個小時啦 對我來說這個就是 他上面有寫21個小時啦 對我來說就是實驗性性質 還是他其實 就只是 想要賣幾台 然後時間到就關掉 這我就不曉得 因為他還沒有 他還沒有回我去吃 好嗎 再說吧 我覺得你先 你先把那個錄影關掉 跟直播關掉 認真認真 有有有 我覺得關掉比較好 F5更新一下 對啊 F5更新一下 太扯了吧 蛤 以獸出變實賽 啊 我們我們買那麼多嗎 沒有吧 賣4個啦 對啊 他沒有那麼多 因為他 我覺得應該他 他應該跑去睡了吧 因為沒有回來 搞不好是氣到彈出來 我知道為什麼有人講說 那個13以獸出 那是另外一個連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另外一個連結有標那個NCC的認真 好 我等一下 有了 他有回我了 他說他跑去洗澡 剛洗完澡 所以他有要繼續 繼續讓我給下去 他有給我 他有給我 改一下那個連結好了 改連結嗎 沒有改那個不是 各位晚安 改折扣 然後我們先下去 好安 謝謝 改折扣 改折扣 他說他跑去洗澡了 剛洗香香 所以是要換一個折扣嗎 對對對 看這樣行不行 不然我也 我能幫忙了 就是就那麼多了 是 在這麼爽大的 是 沉重 讓你要不要跟他講一下 別人別人免運 呢 哎呀 12345 好 那個什麼火腿 我弄一個在聊天室裡面 那個什麼 M M Y A 12345 這一個 可以改一下 那這一個的量是多少 什麼意思 他的折扣券的量 兩台 我不曉得 再看看他 他也是數量有先 先搶先贏 真的嗎 所以 所以 有要關嗎 所以 也是 好啦 一來 一來 直播副官員沒辦法講下一個話題 所以剛剛已經下單了 不用再下單哦 不用了 不要不要再給我下哦 哎不對啊 你再下也不會搶到優惠券啊 對啊 對啊 優惠券你下完單再下一次啊 只是運費就這樣疊上去啊 嗯 兩張就兩個優惠券 啊你一張單子用兩個的時候只能扣一個的錢 對 沒錯沒錯 哦我發現可以先去那個蝦皮購物零那個運費折抵券 哦蝦皮就 他運費折抵券不能用 他不能用 哦這一家不能用 對啊 就是蝦皮運費折抵券能用的很少 哎哎這個這個我也要講一下 蝦皮運費折抵券你要用有什麼條件 有什麼條件 能用很多啊我常用啊 不是哎除了賣家出以外你必須要打一個營業 然後就你要付賣你要付蝦皮錢 啊 你要付蝦皮錢才可以用 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就是這樣 哦 為什麼要付蝦皮錢呢就是 他有一個什麼精選賣家那一些的 他那個是你可以是就是付費有一些條件 就可以了 有這個要在蝦皮上做聲音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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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幫他懂 而且現在蝦皮抽成抽很重 是 八趴 對啊這這次量比較多啦 慢慢學趕快寫一套 你的蝦皮系統 怎麼可能 好啊 那個網頁可以連去 就是可以拿來當下單的那個 介面 我記得半分學好像有一個網頁 我覺得 那個網頁不是別人的嗎 我覺得好麻煩哦 哎呀我們現在19個人啊 剛剛好啊 鄭鴻琦變成鄭宇雲啊 那所以要把錄影關掉了嗎 不是有下一個話題 不是口丁巴巴 下一個話題 哎對要進入下一個 要要討論那個什麼 台灣的那個 哎哎哎哎 玩具 玩具工具 還沒關 好等一下 先關 沒想到Eric那麼期待這種話題